一個小吃播的主題 然後等一下就會聽到那個 電鈴聲非常大聲的響起 你就會看到我人不見了 不確定去拿 拿餐 就是等到 等到我開始人不見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看到食物 所以你們還沒有吃飯 你趕快去吃飯 不然等一下會被我影響 呵呵呵呵呵呵 歡樂送歡樂送沒錯 麥當勞歡樂送 應該大概3點40吧 因為我家裡麥當勞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想說自己去買好像有點遠 呵呵呵 而且我怕來不及開播 剛剛沒聽到 不過腦海一定有嗡嗡的聲音環繞著 真的假的 你知道嗎 剛剛還有人就是跟我回話 我不知道是他有聽到還是怎麼樣 還是跟我心電感應 開門歡樂送 呵呵呵呵呵 等下就我家門前一堆人在排隊 欸都歡樂送這樣子 還不用錢 呵呵呵呵 這時間點 看這裡看這裡 主播不要不理我 使聽您 欸今天好多新的 新的人 每一次來的時候都有新的驚喜 就是都有很多新的不一樣的人 欸 LUKKA LUKKA 嗨 LUKKA來了 那個對大家 3月開始 LUKKA會開始直播唷 所以你們可以去密切注意一下 那個浪直播的時間 去看LUKKA開播 這樣子 我一直好期待 2月的時候本來想說 那個可以去LUKKA的直播間掛著 結果沒想到它還是 就是有一點 呃 它因為 有一些就是問題 呃不是問題 就是 暫時2月不能播 對 對 所以3月的話 記得要去看LUKKA的直播台哦 你会看到非常多惊喜 虽然我应该还没有去看过 诶 卢卡 卢卡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直播的时刻表 下次直播的时间是什么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www T恤哥阿翔 哈喽 谢谢Ii的玫瑰 当然去看卢卡呀 没错 卢卡是一定要看的 哈喽哈喽 今天晚上八点吗 大家今天晚上八点记得去看卢卡直播 今天三月三号晚上八点 在浪直播跟你们见面 可爱的卢卡 虽然他没有在我的荧幕旁边 哈哈 帮大家安利一下 可爱的卢卡 八点八点 好 呃 诶 你们都还比我了解 今晚八点 你们是把时刻表背起来了吗 所以晚上八点的话 我应该也会去卢卡的这个 卢卡的台里面露脸一下 就看到温宏旭出现在直播间 然后你们就不要理我 千万不要理我 我只是去挂着听的 不要不要理我 就不要理我这样子好 嗯 好 我们继续听音乐吧 你们吃过没啊 已经下午了耶 虽然我大概都是这个时间吃啦 但有人跟我一样吗 这么不健康的吗 嗨 今天晚上八点 刚刚是延迟了吗 卢卡 没有 我发现粉丝有帮你回答 粉丝都比我 比我还跟 比你还清楚 就是粉丝都会记得 那个时刻表 谢谢小艺的蓝色姻缘棒 谢谢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在那个 油管上面有看到 那个直播的截图的影片 是截图的影片吗 反正就接下来的影片 是小艺你放的对吗 我印象是有看到在ID上面写小艺 所以那个观看人数里面 大概有一个是我 哈啰 哈啰 明珈乐谢谢你的LOVE 安安安的小米是屈 他还屈原 午安 其实已经下午安了啦 应该算下午安了 你们吃过没啊 不然等一下看到我吃麦当 应该会怨恨我 因为吃的多香呢 对 到时候记得叫我上车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提到上车的事情 诶 你们真的是会把那个 让上车这件事 跟我哥一辈子耶 不然小艺 恭喜灵魂收割 谢谢 这是我可乐吗 还有你的 还有你的 你的是这个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干宝 诶他是不是送错啊 哦这个是 哦没有没有送错 这两个是你的 吃两个好会吃哦 大概比高嘉瑜好吧 为什么刚刚突然讲到高嘉瑜 高嘉瑜是那个港湖女生耶 什么没讲过的样子 为什么是个 我现在还是很怀疑 为什么是灵魂收割的 其实灵魂收割最近很大事吗 我发现不管什么角色 现在带灵魂收割都好强哦 超恶心的 我的血可能本来 三分之一 然后后来就直接 直接消失在 蒸发在人间 蒸发在温泉 然后在温泉出生这样子 就发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有这么痛吗 哈哈 没讲过吗 我怎么记得我讲过 这是肥宅快乐水 你们Cheers 耶 敬肥宅 不是分享的菜 看看 对我跟圣长都会在YT发直播档 不过这个应该 是我延迟的关系吗 因为我发现今天是观众延迟 不是我延迟 我已经很尽量跟上大家的进度了 嗯 主播好面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是路上吗 因为我很大众恋 在路上见过我 哈喽 灵魂收割很贴切啊 高嘉瑜是新柯立伟 之前是北日议员 嗯 不过怎么会提到他啊 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话题 我们不是一只虎药在 吃的跟麦当劳欢乐送上面啊 什么叫做在温泉出生 在温泉出生 我刚刚 我刚刚偷偷看到上面的 偷偷看到上面的留言上面写说就是 什么港湖胖虎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的 虽然很想笑 但是有点过分 嗯 在温泉出生就是 嗯 英雄联盟的 英雄联盟里 每次讲都讲不对 英雄联盟里面的一个术语 就是 你如果 呃 角色要回城 就是回 按 按B回城 回家的话 就是回到温泉 我们都讲 同色那叫温泉里面 然后在温泉出生就是 来表示你死过一次了 过了几秒之后 你又在温泉里出生 他就是会无限 无限的帮你反复反复 呃 死而复活死而复活 只是时间不一样 嗯 嗯 帮你解释一下 死量这么大 有为了让你吃饱卖房产吗 呃 以前曾经吃到吃到要就是 把家当拿出来全部盪一盪 让我吃 吃饱再继续盪 哈哈哈哈 以前啦 我跟你讲我六年前真的超夸张的 十六岁是我高一吗 还是高 哦没有没有没有 大概五年前啦 高二的时候真的是 胖死了 以前 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个绰号 所以除了抱你以外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朋友都叫我胖女神 超习惯 说 呃 你不要再吃了好不好 你真的是越来越胖 胖女神 这句话是也在一起讲的 哈哈哈哈 没东西可以干杯 没关系 你看着我喝就好 因为我刚刚有说 还没吃午餐 赶快去吃哦 不然等一下会被我想到 嗯 啊怎么办 好好吃哦 国书好好吃哦 嗯耶 好好吃哦 怎么办 超欠揍的 哦 这个是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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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牛仔吉斯堡 我刚才本来想吃竞亚鸡腿堡 可是后来想说 嗯 还是不要好了 虽然我还是有点想吃炸鸡 嗯 我被主播电到了 需要治疗 什么被我电到了 我没有才艺 被我电到 哈哈哈哈 被我讲话大妈一样电到吗 我问我台手机可以开50%音量就好 面面台开30%即可 我的大概是0%吧 就看到一个 就是 呃 一个女直播主在那边吃东西 非常文雅 就是没有讲任何话 就是OK 100分 讲话就直接扣 直接倒扣 变成-100分 OK 嗯 嗯 出去啊 哎 等一下我跳到上面来了 刚刚那个 拿拿餐的那个留言还在上面 嗯 不是分享餐吗 哎对啊我刚刚没有想到说有分享餐可以选耶 就是那个炸鸡分享餐啊 什么 忘了 反正还有一个吃分享餐199还是299 哦刚刚应该要点那个的哦 我没有想到耶 我那时候就一心只想吃的那个双层牛肉吉士堡 嗯 嗯 嗡嗡 是不是隐藏年龄 参加征选 我大概喝了逆淋水吧 然后 那个个性是隐藏不住的 只有在征选那天的时候 大概就是演示一下才发现 哦原来你真的是 跟外表一样22岁年龄的小女生呢 殊不知 大概可能 让我进来之后就后悔了 什么真的一个大妈进来 谢谢 CG非常多组的 桃花和果子 桃 桃花和果子 果子 嗯 嗯 饿齐大妈担当 我我我 那个齐还打错 你打那是齐会的齐 超好笑的 我发现那个选字 可以看出一个人 就是常打什么字 嗯 嗯 太小看自己 可以一直 哎哎哎哎哎 我一直看到仇富的 嗯 嗡嗡我还有一点 饿 这时候是下午茶时间 那谁不饿啊 赶快去买 跟我一样吃麦当劳 有没有种 就是同桌 共进食的感觉 嗯 好爽哦 怎么办好爽哦 赶快去买啊 哦 可乐配薯条就是 麦当劳的经典 其实也没有说可乐配薯条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 就是炸鸡在各大的 素食店里面 你们最喜欢哪一家的炸鸡 认真问哦 我曾经问过好 好多朋友这个问题 结果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 打到一半的时候直播 就只能泡在温泉里面看 然后你的朋友就 哎 那个队友就会检举你 挂在温泉里 哎我跟你说 如果你想挂鸡的话 记得有时候要回去就是 我说英雄联魔啦 有时候要回去游戏页面看 然后走出温泉之后再走进去 就不会被当挂鸡 就是走出去可能 A一下兵啊 因为 假设如果少你一个很快就被打 打爆那个水晶塔嘛 然后就是 超级小兵就会进攻到你的 温就是到那个水 叫什么 阵营 阵营里面 你就出去A个冰 然后再回温泉里面 他就不会判定你是挂鸡 因为我是挂鸡大王 没有啊 前阵子以前超爱挂鸡 一言不合就挂鸡的那种玩家 哇 我以前超惹人厌耶 怎么会这样子 汪汪高二最胖是有多胖 其实我觉得不能看公斤数 要看就是体态 我觉得重量一个人的体重 跟体态是不一样 我觉得体态比较重要 体重反而是还好 因为有些人是健身过后 肌肉比较多 增重 增肌 增肌量的话 他就会增重 那如果你没有脂肪 同时没有消掉的话 你的那个体重 就会增加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其实要看体态 有没有看那个 就是 林生文跟林书豪 我记得他们是 一样身高跟一样体重 我记得那个梗图有出来吧 有看过吧 就是他们两个体重 跟身高是一样 但是看起来体态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那个体态才是重要的 嗯 有些人是练体态 如果公斤 就是比如说大概女生 好像叫我162 55公斤 可是体态很漂亮的话 那我觉得非常OK 至少是女神称号耶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定要 硬要加个女神吧 就是 可能就那种 就是假设 啊你今天 就是你朋友看到你很胖 就会跟你说 啊其实你如果瘦下来的话 应该会是潜力骨之类 这种话你知道吗 出现在我 出现在我的人生里面 但是我其实那时候 也没有到很胖啊 就是很会吃而已 然后公斤 大概是50 55公斤 听起来也还好对吧 可是体态看起来就是一个胖子的感觉 嗯 我162哦 然后55公斤 那时候啦 那时候 果然是替母时的部分 怎么说 嗯 对 温温 温温的观念真的很好 你可以叫他其他人 你说哪部分 你说那个体态吗 还是什么体重 可是因为 一般 一般艺人都会 怎么讲 用体重来控制艺人的身材 或是自己自我约束的话 应该都会是看体重比较多 但是因为现在的体重机 上面都会有一些体脂啊 什么内脏脂肪啊 等等的那种 细部的东西都会帮你写出来 还有一天燃烧多少卡路里 其实你应该去做做综合评估 不是看他第一个出现的那个体重的数字 嗯 像我以前 就是在胖了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受了什么刺激 然后就跑去重训什么的 其实我其实体重也没有变瘦 就是体重也没有变低 但是 人家都是我体态看起来变好 而且就是那种 女生就会说 诶你是肌肉棒子 你怎么会有腹肌啊 然后就是 屁股跟大腿那边看起来都是结实的 我觉得那样才重要 看得挺啊 没照片没真相吗 其实我 我有考虑说要放一个before after 但是我觉得你们会吓到 直接就是 粉丝掉了一百一千这样子 很恐怖 嗯 诶 不是选猫咪就好了吗 选猫咪 嗯 炸鸡 哦对我刚刚讲到炸鸡的问题 我还没有讨论完炸鸡 我们现在先讲完炸鸡好吗 炸鸡 有炸鸡才有体重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是衍生的 所以先炸鸡 呃 还是想看汪汪双马尾耶 嗯 说不定我哪天心情好 我就会双马尾出现在你们面前 而且 就是 不是你们要求过后 我才直接现场榜 因为这样好没有feu哦 感觉就是要突然 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好 我就打扮一下 穿个什么萝莉装啊 然后再双马尾啊 不过那是要我心情好的时候 哈哈哈 初买麦当劳 赶快去买 快点 你不会后悔的 这时间吃麦当劳是最刚好的 晚上的话可能就吃个 面饭才会有饱足感 这样子你吃宵夜 宵夜的几率就会降低 甚至会吃的比较轻食一点 呃拿玻璃 拿玻璃的 哇 拿玻璃的拿玻璃的炸鸡 真的很好吃耶 但是披萨我觉得就还好 嗯 好好吃 21世纪吗 可是 因为我刚才想的说是 讲那些 比较 嗯 平常吃得到的 像是肯德鸡啊 麦当劳 就你讲21世纪 21世纪是烤鸡好吃 我觉得 它炸鸡真的是 嗯 还好 个人观感觉得还好 香港的话 麦当努 你们都说麦当努吗 不是金狗门吗 还是金狗门是 那个中国的说法 我一直记得金狗门好像是哪里的讲法 觉得很特别 所以我就记起来了 看起来汽水也是用灌的 没错 汽水就是要用灌的 那会喝汽水的人通常都是会直接 他会追求一个爽感 就会灌的很快 如果气质喝汽水他就没有用了 那个汽水就失去他的意义 他存在的意义了 OK 我平常很少吃炸鸡 但是我觉得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真的觉得 炸鸡来说 肯德鸡被我排在最后一名 为什么 因为肯德鸡以前最好吃的薄皮嫩鸡 已经停产好久了 现在变成上效薄萃鸡 但是吃起来是 有那么一点差别 我感觉它是一个 就是改了名之后再回归的食品 不是食品 就是炸鸡这样 但是他后来 有一个经典款 叫做卡拉鸡腿 诶卡拉鸡吗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卡拉系列的 我就觉得 我宁愿吃学校的那种卡拉鸡 我也不想 不想去吃肯德鸡的卡拉鸡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麦当劳的炸鸡吧 然后胖老爹也是 没有在排名里面 胖老爹很容易腻 他一刚开始 第一口吃下去会觉得很惊艳 可是 如果你要 因为那个胖老爹 他是 经典在他那个统积 里面大概有8块吧 但是你吃完一块你就会发现 哦不对哦 这个可能要很多人一起吃 不然你会觉得好腻哦 所以 第一名是麦当劳 第一名是 为什么是麦当劳 麦当劳的炸鸡 虽然说不是特别好吃 但是他有一种香味 香气 他的香气可以持久的 锁在他的鸡肉里面 就是他包括 因为我自己啦 我的个人是 不喜欢吃肉 只喜欢吃皮 就是如果今天 只是给我单吃肉 我会觉得很痛苦 我一定要配皮吃的那种 那种 食客 那麦当劳的肉 是可以让我单吃 而且会觉得很爽 就是嘴巴里面都 充满着肌脂的感觉 而且不会觉得 很腻很油 所以我觉得 这是麦当劳的魔力 超级强的 就是我以综合评估来说 我觉得麦当劳是第一名 哦 我讲了这么多啊 因为现在讲麦当劳 你会觉得我要工商麦当劳 别的麦当劳根本就需要工商啊 嗯 我继续看留言哦 边吃边看 还是很瘦啊 汪汪 衣肉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是以前 现在没有 现在55 应该会被吊起来打 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没有55啦 我自从以前 开始就是健身之后 到现在我还没有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运动了 那个肌肉还存在 因为 平常如果没有 刻意的 节食 或是不吃饭的话 你的肌肉会一直存在你的肌肉里面 除非你不吃 那它消耗的就是你的肌肉 但是我没有这样子 所以 我肌肉还存在在里面 所以应该就代谢 基础代谢会偏高一点 比一般女生要偏高一些些 嗯 很多成员都以为体重小等于好事吗 但是体重小的确看起来是会小一号 没错 那你要看你的肌肉跟脂肪的比例 嗯 但大部分就是前辈们 他们的体财看起来都是好的 所以 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管体重的问题啦 就是看起来体财好 就是OK 温温礼拜六也有要在公司量体重吗 诶 怎么 你怎么知道量体重的事情 嗯 现在体重呢 现在体重飘飘的 就是忽高忽低 就是在女生金钱的时候都会特别想吃东西 那时候我就会像无敌洞一样吃什么都不会绝保 像现在 现在好像就有一种吃什么都不会饱的感觉 哦我这个汉堡真的是吃超久的 健身 讲完讲炸鸡 因为 我刚才本来是想点炸鸡 结果没有吃到我就想用嘴巴来 来来来就是 弥补一下我没有吃到炸鸡的心情 期待 嗯 21门市好少耶 对啊 21门市 其实我觉得很难扩大 因为它毕竟不像是 这种素食店 又快又平价 烤鸡这种东西很难快吧 对吧 然后 21世纪的烤鸡 它有出那个便当 黄 姜黄饭配 烤鸡旁边放一些蔬菜 可是 那个蔬菜感觉就不像是那种 你们对台式认知 或是烤鸡该配的那种 什么 比较口味重一点的蔬菜 它是比较清淡 像沙拉一样的存在 哦那个便当抢到翻掉 我以前很久以前在那个市政府那边打工的时候 那个便当这个不是每一次都有耶 就你可能要到一定的时间然后去排队 然后排一排之后就下一波的话 等烤鸡出了就要3点 你看你这样你要怎么普及 很难普及啊对不对 因为烤鸡等那么久 炸鸡东西一下油锅之后起来瀝干 根本没多少时间 可是烤鸡不是啊对不对 懒得特地去素食店 都逛全联顺便买炸鸡 全联有卖炸鸡吗 还是因为全联旁边有卖炸鸡店 有炸鸡店有卖炸鸡 然后就台湾素食都很不务正业啊 M牌薯条好吃 K牌蛋塔好吃 没错 真的 就是可能你开什么 叫汉堡店 然后结果它是炸鸡好吃 可是麦当劳他就还好 因为麦当劳没有主打什么好吃啊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要讲什么好吃 我们都不会讲什么 可是你看肯德鸡 我不是要递之他 我就是我个人的口味来说 我觉得他开名 名字叫肯德鸡 但是他的鸡却不是top one 他最好吃的是蛋塔 超神奇的 他应该叫肯德蛋塔 或是肯蛋塔 肯德鸡蛋塔不错耶对不对 感觉好像是蛋塔很好吃 你鸡就是附带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啊 肯德鸡OK 我给你一点灵感哦 胖老闆店我觉得是太咸 太咸又太油 他那个皮很老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觉得 就是有一种 炸过头的感觉 就是老 不知道怎么讲 你知道吗 我也很喜欢麦当劳 M色的食物都 都有加丹 加达吗 加达吗 是什么意思 加达吗 麦当劳他的皮很特别 没错 他不只皮特别 他肉也特别 就是他在一个 奇怪的部位 比如说靠近脊椎那边 不是会有黑黑的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黑黑的肉 那边其实很难处理的好吃 我觉得 但是那边的肉 让我吃得非常精光 你就知道 就是他麦当劳的 那个鸡腿是非常成功 研究这么透彻 应该很常吃 没错 以前可是 美食达人了 以前 现在不是啦 现在就是有吃的就好了 不要饿死就好了 你知道现在生活很困难的 生活很困难 温武安上课挂听中 你上课挂听 你是戴耳机吗 我真的是 呼吁观众不要戴的耳机 听我讲话 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随时会大吼大叫 然后你等下就会被吓到 老师就会说 诶 那位同学你在干嘛 怎么突然跳起来 你知道已经有画面感了 所以乐乐你还是 还是开小声一点啦 好不好 各家素食店可以准备 发票寄公司的 谢谢谢谢 麦当要多寄一点点 我帮你 就是帮你讲那么多好话 不论素食店 素食店菜市场的炸鸡 一律八瓶先吃肉后吃瓶 你会是那种 先苦扣 不是 其实像讲鲜苦后干好奇怪 好啦 用鲜苦后干的形容 就是先吃肉 因为肉反而还好 可是那个皮才是精华所在 你也是这种鲜苦后干的时刻吗 我也是耶 有时候有可能皮很舍不得吃 就是他肉占比 比那个皮还少 我就会把皮剥一半 然后去配那个肉 一比一的比例 放进嘴巴里面 那个多的皮再拿起来吃 哦 超爽的 真的超爽的 停止重训之后肌肉会开始萎缩哟 哦真的吗 好像是有一点耶 就是开始变软了 但是 感觉那个肌肉还是稍微存在 因为不是一直没有进食 像有些可能 有些 我看过有些就是譬如说 运动到后来就发现心好累 因为他不是真心喜欢运动 他只是为了体态要好 结果 发现他一阵子没有运动之后 好像 诶我刚刚要讲什么啊 诶等一下 我突然忘记我要讲什么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要炸鸡的事情 我就忘记我要讲重训的什么事情 死定 算了先吃汉堡好了 先吃汉堡重要 汉堡重要 等下想到再跟你说 嗯 量体重很多前辈有讲过 还说变重 会变红字吗 那我应该红字了 过了一个年之后就变红字 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来过 我再也就没有下来 就是 再也没有下来两个月前的体重了 我发现这些事情 嗯 要看你以前重训了多久 如果超过一年肌肉通常还在 那我那时候应该是刚好一年 我记得我是刚好一年 而且我是 真的太 有点夸张了 有点快要厌食症的那种地步 就是 真的是非常的饮食控制 跟 运动控制 然后甚至家里还满了 家电 然后每天 健身晚回来 可以问我吗 我每天健身晚回来 铺瑜伽店在地板上做核心啊 就是好像生怕自己做的不够一样 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的 自我约束到 心里有点变态 你知道吗 什么叫心理变态 要说我一天不做 我就会觉得 怎么办 我好 我好心虚哦 就是我会不会变胖 然后甚至我可能会用食物来去 去弥补 比如说 我昨天没有做太多的重训 或者我根本没有做重训 我隔一天就会吃很少 就是有一种变态心理的感觉 我之前去量重训 我之前去重训 体重上升两公斤 这是好事吧 对不对 蒸鸡啊 有些人还会就是那个 什么生酮饮食不是吗 那是最近演出出来的 那时候在我高二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生酮饮食 然后有些人还会就是直接 运动完吃那个蛋白条 就是里面是不知道什么乳吧 什么蛋白乳 然后就直接在那边吃蛋白条 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 他说哦 运动完这样可以蒸鸡还干嘛的 增加鸡肉什么 忘了他跟我讲了什么 完全是跟鸡肉有关的 可恶上课一直在听你们讲吃的 我就说啦 诶不对 在实际怎么上课 哦3月3号开学了 3点42 应该到整点就下课了 没关系下课 搞得去福利社买个东西 去学餐买个东西吃 虽然我知道学餐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吧 可是21是我每一次回台湾必吃的 我超爱的 那我会不会哪天在21世纪遇到你啊 因为我那阵子 以前在上班的时候超爱吃21世纪的 然后我就 下班去 住在那个店里面啊 然后点个烤鸡自己吃爽 就是 吃不完再带回家那种感觉 我不会点太少 你看通常会点 比较多一点 然后吃不完再带回家吃 可以吃两餐耶 超划算的 嗯 但是只有练一个 一到两个月都会流失了啦 那个也太短了吧 一到两个月到底是做什么的 做心安的嘛 通常做讯都要持续半年到一年 甚至以上吧 但是那要很 持之以很很难耶 因为 你看平常生活这么忙 你还要自律去运动啊 去健身房运动 而且 有时候重训 像刚开始你没有做重训的 你可以再加自己重训 可是到后来的话 你真的有做到一个成就的话 你应该都是要去 用那些仪器辅助吧 那你要想你要控制那些时间 而且你下班都累得要死 下课也累得要死 你还要去重训 你不会觉得超级痛苦嘛 所以这种人我真的觉得超佩服的 就是已经持续做了好几年的 哇 那个朋友们 汉堡王的薯条也不错 那你觉得肯德基的薯条怎么样 汉堡王薯条改过哦 我跟你说他以前在我 在我好几年前他的薯条是真的好 我不知道 我不能讲难吃 没有味道 而且又白白的 盐也没有加很多 应该说他加了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吸附不上去 超奇怪 像麦当劳有些 这种软 我之前讲过吧 我超级喜欢吃软烂的薯条 然后软烂的薯条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 因为吸了很多盐分之后 他干扁 扁掉看起来会 吸这个湿湿的 软软的 那种的超级好吃的 全年炸鸡 极少出店家才有 真的假的 哪里有 哪里有 告诉我 我去吃吃看 好吃吗 好吃吗 我第一次看到全年有卖炸鸡耶 一般都是卖蛋糕吧 蛋糕比较多吧 哦 一只大哥 搞什么 嗯 然后 麦当劳 嗯 全年炸鸡吃过还行 诶我今天的留言有延迟吗 我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延迟了 大概两分钟吧 肯蛋糕 这个应该是五分钟前的话题了 可是肯德基只是名字 不代表是鸡 诶也是哦 我忘记了 我刚刚直接下一次把肯德基的鸡改成那个鸡 我就会觉得它是卖炸鸡为主的 不然你告诉我肯德基他们原本的主打是什么 诶老实说我觉得肯德基的沙沙霸王卷 好吃 真的好吃 但是我觉得是他任何的食品 除了玉米浓汤以外的食物 都大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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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炸鸡 那大鱼不知道几百个 麦当劳就主打玉米浓汤没错 可是麦当劳其实没有难吃的啊 难吃的吗 我现在还想不到 暂时想不到就是 就算好 即使今天只是一个薯条或是什么 好 反正隨便漢堡都大於其他家的素食店 但是不是最top的 就是至少是卡在中間或是中下 最最少最少就是中下 不會到底 我覺得麥當勞就是厲害在這邊 他們有真的很難吃的東西 人家只是翻譯 肯蛋塔還哭了 可是你告訴我啊 那個肯德基應該每一家都會煮 但是漢堡王就煮到漢堡啊 你看人家標題就很明顯 上面寫漢堡王 他們家的漢堡是真的好吃 可是肯德基主打是什麼呢 對不對 麥當勞主打是什麼呢 那麥當勞主打是什麼 他沒有跟我們講沒關係 但是我們吃了知道他 他厲害是什麼就好 但是肯德基我吃了這麼久 我只吃了出來 喔 蛋塔是好的 而且有時候他出了限定版 蛋塔是TOP ONE 其他的呢 Hello 其他的 Hello 這是在幹嘛 就是 喔 這樣好嗎 我每次吃完肯德基我都會懷疑人生 說我是不是應該去隔壁的麥當勞 我只能掛耳機受傷害 那你記得調 把音量調到一格 好 加在沒戴耳機 不然就會跟看面面台一樣下場 但是我老實說我覺得今天還好 我喝個飲料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講到什麼特別的 話題 有食物 食物會讓我激動的是 如果那家食物太驚豔的好吃 或太極端的讓我覺得還好 就是沒有那麼好吃的話 我就會非常激動 所以即將 但是如果等一下我講到肯德基的時候 記得把音量調到一格 然後講到漢堡王的時候調到五格 講到麥當的時候調到一格 OK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在補習班 補習考國考啦 那個不是補習班都不太會管你的吧 就是講求自治力而已 欸 人家很厲害耶 有些我看 我聽出來 因為 我以前的同學 他們有時候都會去上補習班 然後就會問他們說 你們平常補習都在幹嘛 就說 其實也沒幹嘛 就是看到旁邊的人很認真在寫 寫提醒 寫提醒 可是其實也不太會有人管你 有些大學餐廳有賣當當 但是剛剛國術是說他去 那個上補習班 補習班旁邊有嗎 不要告訴我是在北車 好餓 別說了我這個漢堡還沒吃完呢 等一下我吃完漢堡還有薯條 可以催催你們喔 不要編我去對面百貨公司吃21世紀 所以你到底在哪裡上課啊 你這樣講害我 一直覺得說他有可能是在就是鬧區 是嗎 喔 剛剛看直播餓了 怎麼辦好好吃喔你們 跟我一起吃嗎 我好欠揍喔 我跟你說下次下次來想的好不好 下次真的來個炸雞吃不 我就吃兩個半小時 你看我一碗紅豆都可以多吃兩個小時 上次好像兩個小時再把它吃完 那炸雞的話我更可以吃很久 嗯 其中午安 午安 卡瓦哥說漢堡王薯條原味好吃 他是現在漢堡王現在的薯條是好吃的 以前的話不敢領教 漢堡王真的現在OK啦 欸你知道曾經有一段時間漢堡王他 我不知道麥當勞有沒有跟進 就是有一段時間是在一個小時內你點一份薯條 免費吃到飽 你要點多少份都可以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上那一波 可是那一波的 剛好那時候漢堡王薯條是 不好吃的時候 我就硬頭皮就是 我要跟那個店員要然後擠把鹽巴 我說不好意思請給我大量的鹽巴 他就給我一把鹽巴這樣 我說一把鹽巴包 然後我就把它撒在那個薯條上面 然後這樣吃 就覺得怎麼辦吃 這我會氣死可惜的感覺 但是我又活生生吃了五包 一個小時吃五包 我覺得好像還好 然後回家的時候發現 而且我還是去買麥當勞的馬醫送醫好了 大薯馬醫送醫 那陣子還有喔 夜間晚上十點還是十一點之後的 麥當勞大薯馬醫送醫 哇 我就說吃飽 我跟你說我吃飽 就是沒有自制力才掛聽你直播 但是你掛聽我直播 你就會發現你的肚子也開始跟你反抗了 說不要聽窩窩直播 不然等一下你也會想要衝出去買東西吃 喔真的好好吃 受不了 我不在北側 我原來在台南市區 台南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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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之前也曾經去過台南市區 因為我老家是在台南縣嗎 還是哪裡 台南縣 好反正就是在鄉下 然後曾經就是有 那個哥哥姐姐沒有 騎腳踏車 不是腳踏車 叫什麼那個 摩托車帶我去市區逛 就發現台南市區其實蠻多好吃的耶 那時候啦大概是好幾年前的事情 下班去買東西吃 你距離下班還不知道幾個小時呢 3點5時應該沒有人要下班吧 沒有人這麼早下班 哈囉佳雅 哈囉 好想打你 害我又餓了 你可以吃流星啊 你可以吃醬油 因為你是醬油這個人 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這個時間吃真的是 我是吃午餐好嗎 你們不要羨慕我 我今天只是比較晚吃午餐好嗎 呵呵 代表我中午還沒吃啊 早餐也沒吃 我一定就吃兩餐一餐而已啊 現在 喔 嗯 嗯不要走 昨天我喜歡曬百味了 不過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曬百味是 等一下曬百味是怎麼好熟悉喔 有人會幫我翻譯一下嗎 曬百味是 我查一下 好熟喔 我好像曾經聽人家講過曬百味 而且是很常講 喔 砂布韋 這個是內行人 我跟你說 砂布韋雖然沒有薯條 但是砂布韋的 這邊 應該都沒有任何雷的吧 就是它的前提堡跟餅乾 喔喔喔喔 跟你講那個餅乾才是經典 巧克力豆餅乾 還有那些 有時候晚一點去的話 那個餅乾都沒有剩 就會剩那種 其實沒有人要買的口味 什麼賣呀 可是那也是好吃的 那我吃完這一口 我可被咧死了 就是不好吃才讓你吃到飽嗎 可是我看他多一隻炸新的耶 我每次跟他話的時候 他說 你要等一下我剛炸新的 代表說 他應該是賣得很好吧 他就也不會跟你說炸新的啊 就是直接剛那一波 又給你就好了啊 對不對 喔好爽 我等一下跟你們分享一個 很辣的東西 你們應該聽過吧 大王的麻辣乾麵 有一陣子很紅 Subway 嗯 就是不好吃 吃五包 偏直狂 嗯 等等那天也吃太多薯條了吧 欸我跟你說 一個小時內 無限序耶 拜託大媽心態的我 怎麼可以不多吃一點呢 對不對 我跟你說 如果今天賣 呃 不要講麥當勞 你講個肯德基很早期的薯條 跟你說 那個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讓人吃到飽 我不相信就算難吃你也不會再吃 對吧 就像賣大廚滿一送一樣 即使你不喜歡今天賣大老鼠的 喔我覺得今天賣大老鼠的好難吃 這樣子 那滿一送你還是會買啊 對不對 你就管他喔 大媽都這樣子啊 像我這樣大媽都這樣子啊 喜慎的吃法 就那時候我才這麼胖啊 因為我甜的 鹹的都吃 甜的 我不要講甜的 我那個最胖的時候 最愛吃什麼 我最愛吃吐司 而且是不切邊的吐司 你知道吐司邊多油嗎 我一天早上吃四份的肉鬆蛋吐司 我沒有講過這個故事 反正就是 我有一次 那時候好像是 比較自我約束時期 就是要讓自己 為了讓自己瘦 可是我又不想太運動 有一陣子是這樣子 不想太運動 然後又想要靠吃 來就是控制自己的體態 就有一次爆發 我真的是忍不住 我就那天早上 一節課 因為我們早上有四節下課 包括午休嘛 一節課 就是每一節課下課 都跑去買一個肉鬆蛋吐司 肉鬆蛋吐司裡面 就包含兩片吐司 那四成二等於八 我早上就吃了八片吐司 而且還有肉供加工品 加一加吃一吃 哇 我那個月真的是爆肥 我跟你講 我那陣子不是有減肥嗎 就是靠飲食控制 可是因為太壓抑自己 就吃了那四份的肉鬆蛋吐司 OMG 那陣子爆肥五公斤 我跟你講五十五公斤 就是停沾的時候 我那時候把還沒那麼胖 就是因為吃那八片吐司 然後吃八片吐司 就發現 喔怎麼辦 有食物這件事情 這麼美好呢 結果於是過了那天之後 我開始每天暴雲暴食 OMG 真的是我的 這是我的心路歷程 就是減肥心路歷程 其實沒有這麼必要的 逼迫自己 你想吃什麼 你就吃 但是同時 你要吃 人要活就要動 對不對 人要活就要動 這句話很熟悉 你只要有運動 平常有做運動 你要吃什麼沒關係 我跟你講 減肥最重要是什麼 你借飲料就好了 你只要借飲料 喝水 對 喝水 你就會發現你的臉頰 你會從臉頰開始瘦 瘦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吃什麼的話 就不太會胖 就是即使要胖 也不會胖這麼快 我覺得借飲料是最快的 借糖 借飲料 糖還不用 比如說借一些澱粉 那些不用 我跟你講澱粉一定要吃 澱粉 蛋白質 蔬菜 什麼蛋豆魚肉類 烏糊跟精類 什麼蔬菜類 那些都一定要吃 一定要攝取到 不然人雜食性怎麼來的 你告訴我 對不對 你又不是兔子 兔子只吃草就好啦 很氣耶 很氣 不要說減肥還是要吃澱粉好嗎 跟我講減肥說 不要吃無骨 我不見不能吃飯 拜託 小姐你要吃飯 不然你要怎麼 就是你要怎麼 就是你走路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很虛 氣虛 身體虛 OK好嗎 要吃澱粉 好生氣喔 怎麼會這樣 曾經已經講過 台南有好吃的 這真是廢話中的廢話 但是我是去市區 我不是去吃那種 什麼牛肉湯啊 像弄小吃 因為那真的是不懂 他們都會到我去市區看 可是因為小時候 不愛吃飯 所以騎車去市區 就會走馬看 喔這個好 這個好 那個好這樣子 但是你也不會真的知道 說哪裡有好吃的 就是看起來 東西很多 對 難霸天就丹丹啊 我還沒去吃過丹丹欸 我還記得台南人之前 還很憤 憤憤不平 說為什麼丹丹要紅 紅了之後 台南人自己要吃丹丹都很困難 要排隊排到死 某一陣子啊 對不對 餅乾超好吃 真的 真的 他餅乾是MVP 真的 借飲料很有用 精油是不能拒絕美食的 要喝就要 我跟你講 我現在學聰明了 我開始就是 跟上你們的留言 就是看最下面那一排 如果你們真的 有發現我沒有很想念的話 你可以換一個方式問我 或是一直在上面刷留言 我不會在一起刷留言 嗯 八片吐司的威力好強 吐司超肥的好嗎 吐司真的是不 不適合減肥的一種澱粉 因為澱粉還有分精緻澱粉 跟就是 一般像超米這種 沒有精緻過 未精緻過的澱粉 那 吐司就是精緻中的精緻啊 對不對 這麼白你看 最好是有哪個食物這麼白 呵呵呵呵 雖然不是這樣子的依據 但是我只是形容而已 嗯 真的借飲料有用 非常有用 我現在也沒有飲食控制啊 你看 我還是吃我的薯條啊 是我的炸雞啊 OMG 現在就是要如此嗎 呵呵呵呵 沒有啦 但是該減肥還是會減肥 就是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讓我開心的減肥 不管做什麼事都要開心 OK 就是 人生活下去的意義 吃飯也是 吃飯皇帝大 然後主要是 吃得開心 嗯 我覺得是這樣 很氣 斷探no power 沒錯 斷探no power 而且 如果平常有在運動的話 你如果沒有吃碳水化合物的話 你就會覺得 好像今天 比較不夠力的感覺 不是不夠力 是因為你沒有吃到澱粉 你可以攝取啦 一定要 不是可以是一定要攝取 這是多少的問題 被吐司器啊 我不是減肥 男生哪需要 你們男生代謝那麼高 拜託你今天吃什麼 那個代謝直接基礎代謝掉 而且有些有在運動的根本也不用飲食控制 有些 喔我知道 我有在健身的朋友 有在健身的朋友 他其實 也很瘦 但是還是會要求自己的飲食控制 所以是我的問題嗎 是我的問題嗎 我都不太飲食控制了耶 因為我覺得 你只要開心就會瘦 哈哈 這是 是佛系的 減肥者 沒關係 今天 反正今天吃完 明天搞不好就瘦了那種感覺 結果明天 隔一天可能還瘦了一公斤 哈哈 哈哈 還有說服力吧 來 我就是胖 胖 沒有啦 我跟你講 胖無罪 胖真的無罪 你不要讓自己 身體不健康的 就是你可以胖 可是你不要身體不健康 你只要開心 身體健康的話 我覺得胖是真的是OK OK 你也可以就是玩玩遊戲啊 什麼的 然後 就是 現在有人有對就是 待在電腦面前或是 痴迷於動漫的人 會總 就是稱他為肥宅 但是人家開心啊 就是你管他喔 他開心就好啊 對不對 就像減肥道理一樣 他開心就好嘛 對不對 你吃你不吃澱粉 你不吃肉 有些人會不吃肉 或是不吃什麼 不吃糖 但是你活都不開心 你這樣子意義在哪裡 你也不能持續多久 你總不可能一輩子減肥都不開心 對不對 即是新樂派的 對不起 即是新樂派的 嗯 單單現在真的都要排隊 還要排隊嗎 兩年前都在紅了吧 不對 是多年期就在紅了吧 應該已經排好久了 排好幾年了 營養均衡很重要 糖類是身體需要的 基本上都是 對啊 對啊 拜託你們說服一下好不好 說服一下有些減肥的 就是極 極端減肥的朋友們 對 提起他們比較開心 人生要活得開心 我今天講的不知道幾百次開心 但這真的很重要 嗯 這邊有營養師嗎 有營養師說服力更大好嗎 營養師跟大家講一下 闡述一下就是 健康瘦身的觀念 對不起我想增肥 欸真的很難 我反而覺得增肥比減肥還難 我說對於一些不易胖體質的朋友來說 對啊這真的好難 真的沒有解答欸 其實曾經 我有一個很瘦的朋友 非常瘦到不行 就是那種風一吹他就要倒的朋友 他真的是三餐都吃的很多 但是他也胖不起來 或者他經過重訓之後 想說要增肌看 那個肩膀會變厚一點啊 然後這邊手臂可以變粗一點 就發現也沒有用欸 這有解嗎 這我沒有辦法回答你們喔 就是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胖的朋友 刷 刷留言不好啦 大家會自製 習慣了 但是我是怕漏到一些訊息 即使我現在很 努力的要跟上 就是可能只看新的留言 但是上面的留言 沒有看到我覺得非常可惜 等等 可樂不是飲料嗎 啊不要這樣子嗎 我都點麥當勞 你還叫我喝爽戒美茶 我怎麼可能 我每次 只要吃麥當勞 有時候想說 還是戒糖 就是戒這個糖 有糖分的飲料 然後喝一個爽戒美茶 我發現 我那天吃麥當勞 就覺得全身不舒服 不過我好適合業配 食物可以 食物以外的話 我就沒有把握 已經習慣留言被跳過了 不要這樣子 我不會跳過你的留言 我有看到你的留言 我一定會回你好嗎 郭叔 不要擔心 這邊 這邊不會不會 特別的 跳過誰的留言 好嗎 嗯 沒吃飽重訓 會力不從心 北原生都很有 很有那個喔 很有經驗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你重訓的經過嗎 或是你有遇到什麼 比較難過的喊 心路歷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嗎 我想聽聽看 所以汪汪有想不開挑戰大王的乾麵嗎 喔 那時候大王很紅欸 那時候晚上 我下班的時候 我就直接是要去大王乾麵 就發現要排隊 然後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我其實已經有些養好辣 因為吃辣是可以培養的 可以越吃越辣 但是你一不吃它就 你就身體沒有辦法吃受那個痛 痛絕 所以你一定要持續的吃辣 就那時候我養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我就去大王乾麵 然後我本來想要挑戰它那一碗就是500塊的 極辣 就是地獄辣 那種的 拉麵 的乾麵 就我一踏進去 我就發現有兩個壯漢 我沒有騙你 兩個壯漢 吃那個大王乾麵 然後就直接 我剛進去喔 它就吃到滿頭大汗 然後嘴巴跟香腸一樣腫 就說 我放棄我投降 然後我就 兩個壯漢都這樣 那我等一下會不會送音樂啊 於是呢 我就很酥辣的點了一碗 大辣還中辣 反正就是 在它下面一階的 在它下面一階的辣 下面一階還兩階 反正就是沒有那麼辣的辣 就那樣的辣 我就覺得很high可以接受 可是在往上我就不行 我可以想像 就是 我在我那碗吃完那碗麵之後 再拉高一個level的辣 我一定送音樂 所以還好幸好那時候我沒有點 而且點我應該就是 註定要付那500塊了 因為一定挑戰不完 應該是你的問題 嗯 我看看齁 我看你們有 嗯 真的被說到想買薯條來吃了 你要去買哪家薯條 哦 跟你講 他抽到那個券啊 你們去下來那個麥當勞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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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困擾的是每次我 我都會在進麥當勞之後 然後才想到說 啊 有那個鬧鐘可以用 他那個鬧鐘不是都會 比如說12點一個鬧鐘就會按 按那個什麼 點我領取優惠嗎 然後我每次都進去那顆按的時候發現 其實我根本是想吃套餐的 他每次就給我來個大叔買一送一 跟白烤雞腿買一送一 但我那天心裡不爽我不想啊 我就不想用啊 結果呢 我進去說啊 算了吧 反正那個優惠券已經 沒有用 我就放著 就放了大概兩三天 我就忘記這件事情了 我就點開那優惠 所以發現他已經過期了 你知道嗎 所以拜託呼籲大家 先抽了再進麥當勞 你才會想說 啊 今天要怎麼吃 才會符合今天的心情 OK 而不是進去之後抽到什麼 你才能 你才會被他左右你的選擇 但是我每次都不會被左右 所以那個優惠券都被我浪費掉 嗯 真的沒想到嗎 減肥減過頭也會營養不良 對啊 你腦袋也營養不良 真的 你感覺那個 血沒有要輸到腦袋 哈哈 然後 那個注意力會不集中啊 記憶力會變差 這真的都有 我真的感覺啊 我自己曾經減肥過頭的心 那個心得感想 覺得 好像腦那個血液輸不到腦的感覺 嗯 極端的做法其實只是健康患瘦身 沒錯 你想想看 如果你過了十年之後 我講女人 你過了十年之後 我假設今天22歲 我32歲了 女人代謝會變差 你在用這種極端的減肥 就是不吃那個 不吃這個 其實反而只會換來 那個時候的我們 只會換來身體的不健康 而不是你要的瘦身 你反而皮會開始垂 或甚至不會瘦 就是越減越胖 那是真的 是因為代謝的問題吧 因為我曾經看過很多 就是 就是稍微姊姊們啊 我說姊姊們就是 有路上看過姊姊們 他們有跟我講說 哎呀妹妹你好瘦 我說 沒有啦 可能過十年之後 我可能就不好講 他們說對啦 他們現在要減肥就很困難 也不是不吃你就可以瘦的 而且不吃反而有時候 吸空氣就會胖 所以那種其實都是要搭配 嗯 定時的運動啊 再姊姊出門 哈哈哈哈 汪汪還在哭 啊我就 邊吃邊講都忘記 你知道我薯條都冷掉了耶 你知道薯條冷掉 真的是扣了100分 本來100分 現在扣了100分 就變0分了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的感覺 情形好複雜 嗯 我之前有個同事吃超多 他還是瘦 那是體脂問題 聽說這個會遺傳耶 聽說體態會遺傳嗎 還是什麼 體脂會遺傳啦 先想增肥 先餓個幾天再請他吃吐司 吐司真的蠻有用的 我不知道 可是因為吃吐司很無聊啊 你只是吃吐司很無聊 嗯 小知五安 麥當勞的爽進美材 跟寶特瓶味道不太一樣 你不覺得麥當勞的爽進美材很稀嗎 不加冰塊也是 他因為麥當勞 他不像手搖杯 如果你去冰的話 他會加一些水 他是直接的 就是從那個機器打出那個 爽進美茶 可是喝起來還是好稀喔 食物是金牛座的好話題 真的 金牛座每個講到吃的 都會像打開開關一樣 我都會只點檸檬紅茶 可是我不知道 我又這次喝檸檬紅茶 喝到嘴破還幹嘛的 覺得他的茶很利 割破我的嘴巴的感覺 還是因為我常喝 吃麥當勞我覺得就是要喝可樂跟雪碧 我覺得可樂 因為雪碧好像有時候都會沒有氣 哈哈 好那是店家的問題對不起 好我贊成我贊成 可樂跟雪碧 不是啦跳過的人就 就飛戰之最 我也會跳過 基本上我是不會跳留言 除非那題我覺得很艱深 對我來說很艱深 我不會回答我就跳過 嗯 我以前高中男同學 都在吃垃圾食物 還只有三十幾公斤嗎 那真的是無解啦 我覺得是比減肥還要無解的一個話題 跟解決方法 真的是 連醫生可能都說不準吧 還是這邊 欸對耶 醫生這邊有醫生朋友嘛 對不對 我記得 是北原神推嗎還是 我記得北原神推是醫生吧 還是誰 我記得真的是有一個 忠實觀眾是 以前可以幫大家解答這個問題嗎 那個五百元的 生化武器用的是辣椒 這真的是生化武器 也會吃辣的去挑戰 都直接雙手投降欸 你看我跟我換那兩個狀態 感覺就很會吃辣 好啦我覺得以貌取的不是好事 可是你看兩個狀態進去都 求勞都出來 那我這個弱女子 我還是算了吧 你知道嗎 那個姓名很重要 姓名很寶貴 和中邪吸毒的良草味一樣 香腸嘴 真的 其實 我回想一下 其實香腸嘴 倒是看不太出來 只是他們真的 一直吃邊吃邊叫 我沒有騙你 就 然後他們還帶了那個 家庭號牛奶 在旁邊放著 都已經有做好心理嘴巴去挑戰 就 喝喝喝 然後又吃一口 然後一直這樣叫你知道嗎 我看我都怕了 我原本以為自己很會吃辣了 就看他們那個反應我想算了 突然想到剛剛的話題 我最喜歡美墨炸雞 欸我聽說很多人推美墨炸雞欸 還有德州炸雞對不對 可是那個現在還有嗎 或是哪裡有電點啊 我印象中 台北是有開 可是 台南是不是也有 台南 搞不好其實很多美墨炸雞 只是我不曉得而已 嗯還好你沒有嘗試 如果嘗試的話 我現在可能就不會開直播了 冰冰安安 嗯 過期了更生氣 反而爆吃一波 過期了 過期了更生氣 也是這個嗎 沒有 冷掉了 冷掉了而已啦 啊浪費啊 而且今天的薯條我覺得合格欸 有看到嗎 那稍微軟軟爛一點點的 它會這樣子晃的話代表說是合格的薯條 不會晃就不是合格的薯條 剛炸起來的我不吃 我只吃 因為剛炸起來就是很脆 可是又沒有什麼味道 它 不知道為什麼鹽分不會吸收到他身上 就會覺得 嗯 那讓給其他人好了 哈哈哈哈 現在在聊麥當勞 我們什麼都聊啊 我們聊健身啊 麥當勞啊 美食啊 還有什麼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吃出邏輯和道理了 嗯 應該說 我的口味啦 我跟你們分享我的口味 然後這邊找同好這樣 哈哈哈哈 只是簡單的這個道理 呵呵 因為我不想要 我講了之後你們被我影響 因為這隻 可能是我比較高拐一點 嗡嗡下午好 下午好嗎 下午好 下午好 下午好是什麼 呵呵呵 開船 直播吃麥當勞 對啊 下次可能就炸雞了喔 嗯 喔好棒喔 嗯 謝謝 嗯 所以我不知道我療癡的棒在哪裡 喝飲料那表情會不會太享受好有戲 因為是可樂 啊 是可樂耶 那我趕快喝完耶 沒氣泡了 我難怪我剛剛覺得都是糖水 啊 那個氣泡大概剩10%吧 我先把那個洞口讀起來好了 不好意思這個油濕掉 我聽電視講絕食減肥 不能打到效果 只會讓身體壞掉 沒錯啊 這是 急則明日柔 呱呱 我想問一下你叫柔還是呱呱 還是叫急則明日啊 認真問 這三個名字我真的 好多 等一下大哥 好多粉絲都有兩三個名字 我都不知道怎麼叫 我很怕生怕就是叫錯 然後又把你當成男生或是女生 嗯 你就說 沒有啦 我可能過10年之後就會跟你一樣 胖 其實我心裡是有 我差點講出來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不好 因為 她其實也沒有到胖 那姐姐也沒有到胖 只是看起來真的是很難受的那種體型 而且 因為女生比較容易老化 女人比較容易老化 所以她那個 就是身體有點皮膚皺皺的感覺 就是可能 有瘦身 但是瘦身 不是用對的方式 所以看起來就不是結實的 對吧 那明顯看得出來 那我就想說 嗯 反正過10年之後 我就知道的痛苦了 不用跟她講 我自己都體會的到 因為麥當勞的飲料 是一箱一箱的那一種 可是一箱一箱的 不會是那種 寶特瓶的一箱一箱的嗎 應該是吧 不然怎麼可能那個 啊不對也是有可能喔 因為通常有出飲料機的一些 店家 商家的話 她那個包裝應該是另外包吧 對吧 麥當勞的可樂最好喝 你為什麼要這個 疑惑表情 是表示認同還是疑惑 哪有 爽戒美茶根本就灌水好不好 真的假的 這邊有麥當勞員工嗎 我真的很想問 因為我每次喝爽戒美茶 都覺得很後悔 因為她唯一無糖就是 只有以前啦 還沒有紅茶 還沒有無糖紅茶的時候 只有爽戒美茶這個選擇 所以你又不得不 但你又覺得他好吸 呵呵 你怎麼不跟他說 欸你們爽戒美茶是不是有加水啊 他應該會翻你白眼翻 就是直接翻到後腦勺去吧 等一下喔我把它蓋起來了 我看一下你們留言喔 我看一下你們留言喔 嗯 常有的事習慣就好 邊緣人路過 你們在說什麼 黑流星在說什麼 嗯 有在重訓運動但是沒特別結實 運動健康的 那你都是做有氧嗎 還是什麼 喔重訓 可是 嗯 好像也是耶 因為如果是做運健康就沒有差 你想做什麼就 隨便 那如果要有效率的運動 我是聽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在 重訓前先 時間我是大概預估的 先有氧15分鐘嗎 好像是15還10分鐘 然後再去做重訓30分鐘 再接30分鐘的有氧 好像是這樣子 聽說效率會比較高 於是我那時候真的就這樣做了 只是累的是自己 真的啊我就胖我也接受了 等一下我打個個 喔 唉 我就胖我也說 不會啦 不要這樣想 只要你 人生過得開心就好 只是你要真的 真的不要讓自己身體不健康 我覺得都是 合理都是ok的好嗎 你又不是為了其他人生而活的 而且 我聽說 有在補習班要補高考的 同學都會變胖 就是 去補習班上課 或是有在上學的人 好像都平均都會變胖 所以這也不是你的問題 這是一個喔 好像是 什麼奇怪的 神奇的 影響嗎 神奇的影響 只要讀書 你只要有在消耗 燒你的腦 你就會想吃東西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不用擔心好嗎 不要擔心自己 不用擔心 我肥仔我驕傲 我可以理解你們的心情 我真的以前也是 那種 一直吃啊 然後又打囉 因為我打囉已經打了67年了 我S2進來 S2尾 就是那個 台北暗殺星得 得世界第一的 之後 之後 不知道多久 那時候還沒有結算 結算前的時候我玩 開始S2尾的時候 開始玩 那時候我這個就是 不折不扣肥齋 哈哈 健檢數字正常就好 不要有紅字就好 摸摸摸說得很好 人生活著就是要開心啊 是沒錯 但是 每個人對於生活的理念都不一樣 我只是闡述我對人生的看法 就是人生苦轉即時新樂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人生過得太苦 我相信 如果你今天真的哪一天 就不在了世界上 你應該也會後悔說 沒有好好的享受 這人間的美好吧 包括美食也是人間的美好喔 胖就胖自己選擇了 但是 我覺得要看啦 要看你是為了什麼 像是如果是為了高考胖 我覺得是合理 如果是因為 人生低潮啊 墮落之後 不是墮落 就是低落 低潮期 之後就是 雨落天晴之後呢 或許你就會開始有毅力想要改變自己 那只是個過程而已 所以看你現在是處於什麼過程啊 嗯嗯嗯 胖真的被說到要買薯條來吃了 這句話我剛剛是不是看過 我剛剛好像看過這句話對不對 我印象中 嗯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真的看到上面的留言了 嘉楊說先拜拜 不是寶特明是一個箱子裡面裝飲料 真的假的 那根本是為了就是這種商業設計的吧 對啊 我其實一直以為是那種 就是 1000毫升的飲料 欸 平安前輩啊 真的假的 哪裡 平安前輩啊 我沒有看到啊 奇怪 我沒有看到啊 平安前輩還在嗎 平安前輩 平安前輩 早安 嗨 嗨 大家歡迎平安前輩 God I can't you 我聽說 就是 創門指 我 centimet 喝 R 来 п 歡迎歡迎歡迎 歡迎歡迎 诶平安前輩 我沒有想過你會過來我好感動喔 等一下好像有點大聲 我好感動喔 然後我噴薯條了嗎 沒有 我好感動喔 這個進場音樂略常 你知道嗎就是要列隊 列隊歡迎嘛 然後鋪紅地毯這樣子 最熱烈歡迎的直播間 當然囉 B組的驕傲 平安前輩是我們B組的驕傲 怎麼不歡迎呢 還要鋪紅地毯嗎 鋪到那個就是一樓 我家可能在20樓之類的 然後就鋪到一樓這樣子 這個薯條有加東西吃完這麼high 哪有 如果這樣的話我剛剛吃這個薯條 不就一路high到底嗎 心情好再喝一口可樂 今天心情好 下車行照 行照駕照 不好意思我沒有駕照 我沒有行照 你要補我嗎 無照駕駛 好 好 我們來跟平安前輩分享一下我們剛剛講的什麼話題 我們在講 美食 薯條 講健身 對 還有什麼 大家幫我 幫我重點整理一下 我真的忘記了 薯條 健身 人生 想法 差不多就這樣子 但講美食好像母湯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應該要減肥對嗎 對不對 對不起我胖了 平安前輩 炸雞 對講炸雞 剛剛不是說心情好要綁雙媽尾嗎 可是 心情好是建立在就是我在開播前 然後我今天要先盛裝打扮 綁兩隻雙媽尾 嗯 你有freestyle嗎 freestyle我還真不會耶 我怕我等一下 講一講 講一講講去別的地方 兩隻雙媽尾和母湯的午後直播 哪有 欸我們本來是很正常的話題 我們是在聊 因為我今天本來是想說要吃播 然後講一講就聊到炸雞 炸雞就講到薯條 薯條就講到健身 對不對 有在看我直播應該都知道啊 今天就是吃的主題啦 吃的OK啊 好嗎 不唱歌 就吃就吃 嗯嗯嗯 吃台吃播沒錯啊 欸我話說我這個套餐吃了一個多小時耶 我3點 欸在30分 對一個多小時耶 嗯 不是哪一次不是吃播 可是之前吃的都很沒有FU啊 我跟你講我這次吃了麥當勞 結果一堆人就開始就說 欸我是不是應該要買一下 我開始餓了 你看這才是真正的有吃播效果啊 對不對 而且我應該要選擇在 晚上10點的時候開播 然後播兩個小時 播到12點 這時間吃呢 嗯嗯 各位 覺得好嗎 我會開車去吃 我有快車菜 我是麵包車 那種會飆車的吃雞 麵包車 好吃完了吃完 終於吃完了 但是我的那個 沒有氣泡殼了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下次是肯德基的嗎 欸真的 肯德基先下去好不好 先不要肯德基 肯德基以前不好吃啊 現在真的 不如以前了 它的那個薄皮嫩雞才是 經典中的經典 甚至有一段時間是我覺得 薄皮嫩雞超過麥當勞炸雞的 那個黃金時期 但它是一種很好吃 只是炸雞 拜託不要拿掉薄皮嫩雞 現在改那個上下薄脆雞 誰跟你換湯不一樣 是全都換了好嗎 把它從藥膳湯變成什麼 變成清湯了 不然你說說10點可以點什麼 10點什麼都可以點啊 現在UberEat怎麼方便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晚上 大概10 喔不對喔 有時候可能12 12點之後啊 我都會叫那個薄皮嫩來吃 然後薄皮嫩那時候有個季節限定 是夏天的 是韓式拌飯 它的韓式拌飯 欸不要講這樣 雖然薄皮嫩是日式料理 它的韓式拌飯真的是一級棒耶 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 可是現在就沒有在賣了 現在是雞丼飯吧 美乃滋雞丼飯 我覺得還好 可是韓式拌飯真的是做得非常的 有韓式的感覺 所以那陣子我都點那個 然後再來是他們的咖哩飯 咖哩發咖哩要加什麼 要加起司或是加牛丼 但是我個人覺得加牛的CP比較高 因為起司你吃幾口就覺得好膩 而且它原本的那個咖哩又不是說特別稀 就是比較濃郁那種 再加起司其實你要吃完一碗就很困難 但有時候我還是 雖然我鹹歸鹹啦 我還是會去點起司丼飯來吃 起司咖哩丼飯 然後它的牛丼飯呢 牛丼咖哩飯厲害是在 因為原本的咖哩醬包裡面就有肉塊 再加牛 你懂嗎 就是超級多肉吃不完的感覺 喔有種在吃壽喜燒吃到飽的感覺 嗯 一個丟垃圾的動作有這麼乾淨俐落嗎 嗯 沒有食物在裡面當然要乾淨俐落啊對不對 拿食物錢的時候要非常小心翼翼 你生怕那個漢堡掉落在地板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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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沖溫 喔溫沖浴嗎 是沖溫浴啦 沖溫浴牛丼才是最棒的 真的 沖溫浴我覺得是在牛丼裡面 他不玩 第二名的話 秋葵嗎 可是秋葵好像還好 因為他會糊糊的 沒有我第一名我就覺得沖溫浴 可是其他什麼起司啊 泡菜啊原味啊 還有什麼 之前出過納豆嗎 還是什麼 是納豆嗎 反正不管啦 那個經典的口味 我覺得還是你沖溫浴是第一名 嗯 激動飯是有多激動 這麼激動 呵呵呵呵 咖哩飯我超愛 他們家的咖哩飯 咖哩飯超到底 咖哩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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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到底 嗯 不是小時候都會買那個 媽媽都會買咖哩塊 就是上面有寫日文 然後上面有寫蘋果粉 風味的咖哩飯嗎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 可是比那個再濃郁 濃郁一點點 而且沒有那麼甜 偏鹹一點 對吧 我記得是偏鹹 還是他用那個咖哩塊 應該不是吧 我記得不是吧 吃起來不像 嗯 十鍋拌飯 結果送來十鍋 呵呵呵 那是你賺到吧 不是啊 你付錢的時候就會發現 為什麼那個價錢是跳十倍咧 對不對 起司咖哩 感覺熱量就很高 啊不是啊不是有人要蒸 要蒸胖嗎 蒸胖剛好是好時機啊 而且起司是奶 是在淡奶素吧 淡奶類 還可以就是補一下 你知道 補一下 魚丸湯 湯圓 紅豆湯 麥當勞 看來下次是牛丼 為什麼你記得我上次吃過什麼啊 太強了吧 你真的有溫習過我之前吃過什麼 下次是牛丼嗎 我考慮一下好不好 我下次開播是什麼時候啊 看一下 3月7號嗎 啊反正下次看看啦 我應該會吃不一樣的東西 心情好就吃炸雞 心情不好就吃飯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我那天 如果吃炸雞的話 就可以跟我大聊特聊 心情不好就大家就還是試下你別說話啊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嗯 好爽 秋葵蠻滑順的 我不喜歡秋葵 說完滑順 上面有人說你不喜歡秋葵 哈哈果樹 其實秋葵的口感 的確啦 是蠻尷尬的 它會滑滑的 感覺像在吃那個 蝸牛 沒有處理乾淨的蝸牛 滑滑的 欸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曾經吃過白玉蝸牛 結果它那個蝸牛的黏液沒有處理乾淨 然後我覺得 怎麼辦 有點像秋葵的滑滑的感覺 可是又覺得 奇怪它是蝸牛 you know 佛蒙特 啊 對對對 是佛蒙特對不對 它叫佛蒙特 好好 對對 那它的佛蒙特跟7-11的佛蒙特咖哩有什麼差別嗎 吃完便激動暫時 可是我真的覺得激動 比較 嗯 我沒有那麼喜歡 吃起來的味道 清淡程度 大概是跟青子丼一樣 可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青子丼 所以我其實不會特別著夢於激動 的形容 嗯 對 我喜歡松屋的咖哩飯 松屋是什麼 我查一下 松屋 有個COCO COCO一番屋跟松屋有什麼關係嗎 我覺得COCO一番屋有咖哩也不錯 可是COCO的那個咖哩飯 小辣真的好辣喔 受不了 真的好辣喔 松屋 咖哩飯我永遠第一名 咖哩上面喜歡加起司 欸那這樣的話你很能耐那個起司 很得膩耶 因為起司這種東西吃多了就會膩 像我那個一片起司 就是那種 一片裝的方塊型的起司 我只能吃一片而已 那你真的蠻厲害的 沒了沒了可都沒了 沒有單純我個人記憶力很好而已 那你這樣國考非常的吃香耶 對不對 老師講過什麼 就是補習慣老師講過什麼提醒 或是你寫過什麼提醒都記得 我超級羨慕那種記憶力強的人 啊 白痴喔 掉地板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可就砸地板了 欸我剛剛不是喝乾淨嗎 奇怪 好了好了好了 超乾淨 欸你怎麼跳樓啦 好沒事沒事沒事 嚇到了嚇到了 沒有聖誕的松屋就不是松屋了 聖誕嗎 聖誕辦在那個白飯上面 這種的聖誕是嗎 我看看 松屋到底是什麼 我第一次看到耶 台灣有嗎還是 喔這是台灣 Sorry看到了上面寫台灣松屋 我 蓋飯 這哪裡有啊 南西點 欸可以耶 可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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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如果他在UberEast 跟UberEast合作的話我會 我會考慮啊 考慮一下 可是離我家可能有點遠就是了 我吃很多 但是我體重還是一樣不胖 那你叫我們情何以堪啊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叫什麼瓜瓜嗎 還是柔 還是明慮 嗯 聖誕沒有納豆之後我就不敢吃了 那你知道也是很奇怪耶 那納豆你可以自己去買啊 對不對 你是說納豆咖哩飯嗎 你可以買咖哩飯之後再買 就是冷凍 欸是冷凍嗎還是什麼 冷凍納豆 哦 納豆我不行耶 對不起 納豆我不能接受 它有一種酒精發酵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買到過期 因為我沒有吃過納豆 我曾經買了一次那個小納豆 是叫小納豆吧 然後拌在飯上之後我就聞到 怎麼那個味道有點母湯 但是我把它放到過期 還是它原本就是那個味道 咖哩加馬鈴薯煮 然後放隔夜再加熱會比較濃哦 真的假的 因為它馬鈴薯會 會化掉嗎 還是什麼 會爛掉對嗎 吃完牛丼下次再吃牛排嗎 吃那個啊 人蟲種啊 欸我真的曾經 曾經叫外送叫人蟲種過 而且還不錯 它幫你切好了 就是 像是那個骰子牛 可是比骰子牛好吃 快拿來敷臉 我很好 你會被腐蝕吧 你是說可樂對嗎 翁翁姐改7號下午直播 那時間不知道能不能看 沒關係沒關係 你們方便就好 反正我直播 我跟你講直播這個是長期抗戰 OK 就是我會直播好長一段時間 你們一定會有時間 剛好是你們有空的時間可以看我 OK 好嗎 吃白玉蝸牛 對白玉蝸牛是一道料理 好像是歐式料理吧 不知道 反正就是白玉蝸牛啦 那個蝸牛的顏色是比較晶瑩剔透 比其其他那個濁濁顏色的蝸牛 好像是有點奶黃色的蝸牛 誰叫白玉蝸牛嗎 我不知道 焗烤白玉蝸牛 然後 我現在口 嘴巴還是那個蝸牛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滑滑的 它如果黏液沒有處理乾淨 是會滑滑的 而且我曾經看過美食節目 它上面有講說蝸牛的處理方法 然後它洗完之後 它就說 我們目的呢 就是我們洗那蝸牛的目的 就是要把它那些黏液給洗乾淨 我聽完這句話 生硬在我腦海裡之後 我吃了那顆蝸牛之後 我就發現黏黏不對喔 這是沒洗乾淨嗎 因為他們說 洗掉那個黏液是 用那個水洗掉的是黏液 要把那個黏液洗乾淨 我可以洗乾淨這三個字 在我腦海裡回轉回轉好幾圈 才發現它是不是沒有洗乾淨 秋迴是迷迷的存在 很難解釋 迷迷是什麼 是 我可以想像啦 就大概是 那個 就是 納豆對於我的存在 是一樣的道理 嗯 我看看喔 看看喔 欸喔你們在講納豆是不是 嗯 好我看到了喔 嗯 怕爆 你這樣比喻誰 以後還敢吃秋葵 沒有啦 就是那個花式的口感 跟蝸牛很像 而且蝸牛是美食 好嗎 蝸牛是美食 另類美食 哈哈 另類美食啦 掰掰 嗡嗡先下去要忙了 好加油 上班加油 無論做什麼 加油 掰掰 Coco我是覺得蠻貴的 而且加飯我吃不完 它自己原本的 分量就蠻多 一般偏 就是沒有加飯 分量就偏多 而且有時候我會剪飯 剪飯剪20塊 對不對 然後剪飯之後還是有點吃不完 曾經有一段其實是吃不完 就覺得它分量好像蠻多 而且偏辣 而且也偏貴 因為它 比較最便宜的飯好像是160 是加什麼 菠菜嗎 還是加什麼 忘了 反正就是加某樣東西 最便宜就是160 然後再上去就200 200的話好像是加起司 再上去 280就是加豬排 對嗎 我記得 忘了 吃麻辣乾麵的人說 Coco的小辣很辣 欸不對 你有沒有想 就是它上面有分一個辣度表 我說Coco的咖哩飯上面有個辣度表 然後上面有寫微小 然後中辣 大辣 再什麼超級辣 欸這麼多級別 小辣就讓我覺得辣 那再往上還得了 就是它小辣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麼辣 應該是真的小辣 它的小辣已經是中辣了 真的很辣 而且Coco的室內空調有點悶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是不是我的問題 你看到起司瀑布不會被吸引嗎 我會被吸引啊 看到起司瀑布 就是我會去點那種東西 但是我吃一口就發現 我是不是不應該點它 因為好膩啊 事故了 事故事故 不是喝完 裡面還有分 那個啊 一點點那個喝不掉的底啊 而且我這個人有個怪癖 就是 嗯 湯或是什麼 湯啦 湯 嗯 這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 一般中式不是會沉湯或是幹嘛 或是外面有 去吃餐廳會有湯 或是幹嘛的 然後我不會把湯 底部的湯喝完 為什麼 讓你們猜一下 底部會剩一點點湯 我絕對不會喝要它 哈哈 超怪怪癖 這真的是怪癖 納豆講 極小莉納 對 就叫極小莉納豆 超怪的 沒有我納豆都直接吃不會拌飯 我很討厭攪拌飯 讓它連飯都會變滑滑的 超怪的耶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納豆單吃會是什麼樣的口感 叫我瓜瓜 我第一次看齊慧叫我頂瓜瓜 頂瓜瓜嗎 那我幫你頂到上面這樣子 叫我頂瓜瓜 納豆是小琴前輩的最愛嗎 真的假的 那我應該跟小琴前輩 小琴 小琴 小琴前輩學習一下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剛猜 我連吃都沒有吃我就不敢了 所以我應該要像嘗試一下 像臭豆腐對於外國人的存在一樣 OK 要嘗試的精神 原本的味道吧 納豆拌飯很好吃 欸你們都說納豆好吃喔 所以是我真的接受度比較低嗎 為什麼 主播感覺吃過很多東西 很多奇怪的東西 蝸牛黏液酒精發酵類 沒有啊 酒精發酵是納豆啊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 對納豆存有非常多的好奇心 想說為什麼日本人 這麼喜歡吃納豆 而且現在是國民美食 就像是皮蛋是國民美食 我們國民美食是一樣的道理 我會想嘗試一下 這些這種神奇的食物吧 所以我就去買了 啊蝸牛是真的好吃 吃起來 口感要跟你們分享一下嘛 就是脆脆的 像是在咬那個 軟骨 雞軟骨的感覺 然後雞軟骨 再稍微軟一點 就是 雞軟骨如果 堅硬程度是5分的話 那 蝸牛的堅硬程度大概是3分 吃起來是會有那個脆脆爽脆的口感 對 嗯 松屋吉野家Sukia 就日本三大牛丼連鎖店 我心中第一是松屋 真的假的 啊 我印象中松屋好像有吃過一次 但是我買的是牛丼 我不是買咖哩飯 你是說牛丼還是說咖哩飯的第一名啊 牛丼啊 牛丼喔 可是我印象中我吃過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記憶 沒有什麼記憶 因為我只吃過那一次而已 經過的時候吃的 嗯 吃肉燥飯我也不會攪拌的 喔 不能接受欸 欸 你吃肉燥飯不會想說要讓那個醬汁沾滿每個飯粒嗎 不然你吃白飯你就點一碗白飯就好啦 哈哈 我是一定 我是攪拌派喔 不管什麼 拌麵拌飯 我一定要把它每個飯粒都充滿著那個醬油 除非是我不想要整碗都吃肉燥 我會先把那個白白的地方挖掉 吃一吃 啊感受到米的 鮮甜之後呢 再去吃肉燥 有加肉燥醬油的那個米粒這樣 馬鈴薯的澱粉會融掉 融到咖哩裡面 喔真的假的 這麼專業嗎 我要筆記一下 你剛剛說的烹調方式 但煮咖哩的時候就知道怎麼做了 不然有時候會做的好吸喔 可能是什麼水加太多或是幹嘛的 我是說蝸牛黏液拿來敷臉 那個黏液不太好吧 感覺蝸牛黏液裡面有很多奇怪的寄生蟲 為什麼微生物 白化症的蝸牛 你們可以去找一下白玉蝸牛 我自己個人覺得還蠻特別的啦 不到非常好吃 只是覺得還不錯 那都配白飯升溫後 本來沒那麼好吃 香氣都走味了 就像是酒加熱一樣嗎 因為那是酒精味啊 酒精就是發酵的味道 豆類發酵的味道 那如果是冷飯可以嗎 有人是配冷飯的嗎 納豆配冷飯 對 而且攪拌後太黏了 是嗎 到底是什麼味道 會像是我們聞到那樣子 酒精味吃進去也是酒精味嗎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再去挑戰一次 下次我們吃播就來吃播那個納豆 然後跟你們講一下觀後感 如果真的不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那就先不要 先不要 沒洗乾淨 蝸牛超好吃 這邊有內行人欸 喵 耶 呵呵呵 不是 那個是 independent 這邊不能是 independent 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說米米啊 米米到底是什麼 我沒吃過 蝙蝠跟竹鼠也是美食 我想吃竹鼠欸 你知道就是在 我不知道台灣應該是沒有賣 有那個竹鼠肉乾 然後可以拿去 它這個肉乾不是拿來讓你生吃的 好像是直接要放進某個料理裡面的 不能生吃的喔 蝙蝠不要吧 蝙蝠先不要吧 真的 蝙蝠先不要 哈哈哈哈 蝙蝠蠻可愛的 嗯 法式料理吧 蝙蝠 白玉 焗烤白玉蝙蝠好像是法式嗎 反正就歐洲那邊的 不是亞洲這邊的料理 亞洲的應該是雞母蟲吧 我一直想要雞母蟲欸 我會這樣 讓Life是港子 你懂的 喔是嗎 欸好像是齁 好像是齁 我忘記了 呃蝙蝠不敢吃噁心 的確啦 你心裡要先度過那個坎 先不要讓他覺得 不要讓你覺得你嘴巴裡吃的是蝙蝠 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美食 都你們都敢吃螺肉 而不敢吃蝙蝠 欸你知道螺肉還比蝙蝠髒嗎 聽說螺肉很髒 就是蝙蝠蝠 因為我不知道啦 我自己的猜測是因為螺很小 蝸牛是比較大嘛 那個螺很小 你要清洗到裡面 它那個殼裡面的東西就很困難 是這樣子嗎 才髒的嗎 我在猜啦 所以經過新聞報導 還是誰跟我講過之後 我就再也不吃蝙蝠了 因為我已經感受到那個蟲在裡面爬的感覺 爬香蝸牛還不錯 香 啊那行人 其實蝸牛真的是一台不錯的料理 處理的好是好料理 對 吃不了蝸牛 吃炒螺肉 其實他們兩個烹調方式的話 螺肉的話會比較偏向於我們台灣人的口味 就是亞洲人的口味吧 欸不對亞洲人講日本人蠻清淡 講台灣人的口味 可是蝸牛的話 比較清淡嘛 對清淡一點 等等 不是所有會中暑的都可以變成美食 哇 你有訂閱 你有訂閱那個華農兄弟是嗎 華農兄弟最近都在曬狗 竹鼠都沒什麼拍了 你有發現嗎 自從那個狗狗被收養之後啊 他都一直拍狗狗 可是我想看竹鼠 我想看竹鼠又怎麼被烹調的 我高中有四川人 然後我們上次去吃飯 吃咖哩飯他家超多辣的 他可能會覺得我們這種就是台灣吃辣的程度是小兒科 你等一下就吃大碗麻辣嘎麵 跟他說欸 那個我們先來吃一個拉麵齁 這是我們台灣還不錯啦 覺得還不錯的拉麵 然後給他點五百塊那碗 不要告訴他是最辣的 你看他吃的做何感想 哈哈 因為湯底部有渣渣嗎 其實有一半是因為這樣 最大部分 大多數的理由是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碗 其實洗乾淨 如果不講家裡的碗 是在外面餐廳的碗 因為我不知道外面餐廳是怎麼樣去洗碗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碗會不會沒洗乾淨 就是如果喝湯的話 我不喝到底部那邊 我就不會想說那些 因為那個雜汁一定會沉澱在湯底部 如果沒有洗乾淨 雜汁應該會沉澱在底部 所以如果我沒有把底部喝完 那代表說我沒有把雜汁喝進去 要的話也是少量的雜汁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現在也還是沒有辦法改掉這習慣 雖然是不太好 一定要把它喝乾淨才是正確的 我現在慢慢在改了 喔對不起我慢慢在改了 這是怪癖 OK怪癖 不喝完 不喝完年年有餘 都是口水 就是自己的口水也不怕 對不對 不是口水啊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覺得可能我 家裡的不太會 我會盡量把它喝完 那外面的話就 我一定會留 嗯你們懂的 一定會留的 我還記得那個四川人的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分享一下讓我們知道那個四川人 哈哈哈 不喝完過一段時間就能再變成一碗 怎麼可能 那個剩一點點是能喝嗎 而且還冷掉 都卡油 留湯底是不想提醒自己湯已經要喝完了嗎 你們是不是有這樣的心理啊 你們怎麼想的到這麼遠的地方 太強了 還是真的有人跟我一樣 可是他理由是不一樣的嗎 國序要開戰了 開戰什麼 嗯 國序 為什麼是國序 他在國序 國序好可愛喔 還是我也叫你國序好了 我是不攪拌派的 嗯 嗨 草莓醬 草莓醬 午安 嗯 欸 沒有看到 我是不攪拌派的 肉燥飯不攪拌才有層次感 原來是講求層次感的朋友啊 那你舌胎的構造應該是蠻複雜的 我比較直接 直接反應 如果吃到是白飯 我覺得 No 咖哩最重要的是要放隔 也是說烹調方式嗎 可是如果當下想吃的話 你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又等一天 對不對 我喜歡層次感 漢堡三明 哦 漢堡三明治我也會拆開吃 沒錯 這邊也是 尤其是那種西式 美式餐廳 他不是都會放 美式餐廳通常不會讓你 就是除了賣早晚會給你一個紙包以外 他會直接放在盤子上面 然後旁邊是薯條 我會拿刀叉 然後 先把那個麵包吃完 吃完再吃裡面的料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我可以懂你哦 韓國有化妝品用蝸牛黏液做啊 可是那個只是提煉吧 提煉不是真的加了蝸牛黏液吧 我感覺是 官厚感 欸對哦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大家都說 是不是聞起來跟吃起來是一樣的味道 如果不是的話我可以試試看啦 對不對 你們都說那麼好吃 我是不是應該要試一下啊 體驗一下你們口中的美食 呃我是先吃部分白飯 將剩餘重口味的肉燥飯一次爬碗 其實這樣對 好像是因為層次感的關係嗎 如果整碗都是肉燥 其實吃到後來反而會覺得說 呃我留到那個最後一口 是不是有點後悔 因為最後一口都是肉 好膩 我今天講好多好膩 但是的確是這樣沒錯啦 嗯 竹鼠 金太好金太好金太很好 聽說竹鼠肉很棒 像雞肉對不對 我不知道是誰講的 是華農兄弟講的嗎 還是他粉絲說的 嗯 笑死我只是在講地獄梗 你是說華農兄弟的地獄梗嗎 就是 每一隻竹鼠都中鼠了 有一種 有一種中鼠叫做 叫做華農兄弟 有一種中鼠是華農兄弟覺得你中鼠了 竹鼠大便 小時候看節目有人吃 可是 竹鼠是只吃竹嘛對不對 就是嗑那個竹 竹還是什麼的 應該是 所以大出來的東西應該不會太差吧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奇怪的理論 不能好好吃些正常的東西嗎 我剛剛才吃完麥當勞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拼到蝸牛 我想起來了 那時候我在跟你們分享 我在叫UberEats 對 UberEats 可是我 是說我每次晚上 有一陣子 有一兩個月晚上都叫Sukia 然後Sukia裡面有一個 牛丼飯叫做秋葵牛丼飯 秋葵牛丼飯吃起來滑滑的 就像是蝸牛黏液一樣的 然後又講到那個 白玉蝸牛 因為我之前吃過白玉蝸牛 有吃到黏液過 好奇怪 為什麼會偏到這邊來呢 對 難道我就不可愛嗎 欸竹鼠很兇欸 竹鼠感覺就很兇啊 聽說竹鼠是很兇的神 我如果不是華僑兄弟那樣子 自己是竹鼠飼養員的話 其實應該不太會有人敢真的去抓竹鼠 會被咬欸 牙齒很利吧 我想 應該是羅吃的跟蝸牛吃的東西不同嗎 所以是因為牠那個吃的東西不同 所以才那個取決於牠這個食物 能不能好好處理乾淨是這樣嗎 啊謝謝小白兔的幸運四葉草 肉燥飯的心靈之友 啊我也要當心靈之友 但是我可以理解說 先把白飯爬完 然後再把肉燥留到最後那種 就是 這個厚 厚乾的感覺 不是 蝸牛會有寄生蟲啊 可是那個 蝸牛寄生蟲到了一定的高溫 就是 直接到肺點之後 那個寄生蟲 早就被殺死吧 殺光了吧對吧 對吧 就像是生魚片一樣嘛 生魚片如果煮熟 那個寄生蟲早就死在裡面了 它不會對人體有害的吧 應該吧 看電視報導 現在大部分的燒酒螺 都不是台灣本地的 那是哪裡的 啊 你知道我不敢是燒酒螺了 瓜牛密模是用 瓜牛粘液萃取液 是乾淨的 哦對啊 我想說怎麼可能用 瓜牛粘液夾在裡面 那這樣誰敢啊 那臉上面都是寄生蟲 超恐怖的 嗯 主播中午好唷 永遠好朋友 哈嘍午安 這隻翁翁中暑了 不如我們 把它帶去河邊 煮了 哈哈哈哈 有一種中暑叫作 我覺得你中暑 之后不是中鼠 他有说这只竹鼠好像 什么脚瘸了 干嘛的 反正有理由 或是这只竹鼠太丑了 就把他杀掉来吃 想看烹调竹鼠王刚 王刚还烹兔子呢 拜托 别讲了 说到烹兔子 我有一个游戏的ID名 那个ID名字就叫烹兔子 煮兔子跟烹兔子都有 超邪恶的吧 国序是小迪前辈的港 港式发音被喊 寄成 所以你们现在都叫国序是吗 国序的确是蛮可爱的 但是我刚开始叫国序 我看你习惯了 如果你习惯我叫你国序 才是国序都可以 你要讲国序也不是不行啦 好了国序好了国序 国序叫习惯了 我叫了四五次直播呢 他叫李璐 李璐 谁李璐 咦 咦 原来是喜欢麦当劳大早餐的人 一直想打歌 可是我记得我刚刚是在说麦当劳午餐 对不对 早餐反而很少吃 因为早餐是十点半以前限定的啊 我没那么早起 我很难早起的人 我是说肺炎源头 哦源头吗 啊你说那个地狱梗啊 啊先不要先不要 先不要 没东西吃了吗 怎么再吃竹鼠 竹鼠好像本来就是养育来吃的吧 对不对 应该是啊 不然你看那个四族哪有哪有理由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理由去煮那个竹鼠 而且还用不同的烹调方式 那竹鼠死的真花式啊 秋葵等于蝸牛 你们有没有真的有那感觉对吧 有吃过蝸牛 有吃过秋葵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嗯这个总结可以 应该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竹鼠好食 跟竹鼠没有关系 竹鼠本来好像就是拿来吃的 他本来就是可以食物 可是颠覆就不好讲了 嗯 我的意思是因为有人把这个当食物才这样 其实好像有心的话 什么都可以当食物吧 对不对 只是看每个各地的风情啦 各地的风情不一样啊 市的东西就不一样 就像是我们吃皮蛋觉得 很正常细微长 但是在东南亚那边吃鸭仔蛋也是细微长的事情 就是他们 每一个国家风情不一样啊 对啊 生鱼片熟了不就是生鱼片啊 但是如果 我那一次就把他煮熟 这种死光啦 都好像也是 就比较生鱼片 就叫熟鱼片了 客家人有在吃三杯蝸牛吗 是不是那个蝸牛 是我们想的蝸牛吗 还是就是一般的土蝸牛啊 好啦你也是心灵 心灵之友可以了吧 肉炸饭先不要 我们可以是其他的心灵之友啊 又不是走肉炸饭可以 对不对 出福定义到不是蝸牛 也是厨师的鼻涕 耶 可能哦 就是那个蝸牛处理完之后 发现好像打喷嚏了 反正 就是醒在蝸牛里面 也没关系 因为吃不出来 反正都黏黏的 啊 you 可爱的东西就想要煮来吃 or nebo 没错 诶对 我跟你讲过我喜欢兔子 对不对 我好多ID都跟兔子有关系 就是煮兔子 烹兔子 什么三杯兔 什么火烤兔子 反正就是跟兔子有关的 各种料理我都取过 然后后来还因为就是 就是 心里过不太去 就是觉得这样好吗 或是别人会 听到会说 我怎么可以吃兔兔 然后用随堂的口气跟我说 我就把ID改掉了 国序不是小迪在叫 小迪前辈在叫的吗 对对 他们有跟我说这来由 但是我还是习惯叫国树 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叫你国树 叫到现在了还没改啦 那个四川同学叫李璐吗 哎来李璐李璐 各位来认识一下 这位四川同学叫李璐啊李璐 嗯 那个我高中四川 四川人的同学 那个名字叫李璐 你还有跟他有联络吗 记得叫他来台湾 跟他说台湾有好吃的 那个大碗干面 看他可不可以接受 等等 不要把这个两个 连在一起啦 有阴影了 等一下 这个留言怎么跳得有些慢呢 嗯 兔兔好吃以前 真的是养来当紧急粮食用的 真的假的 你是说 我看一下喔 三 啊 三顶鲁蛇牌居民 等一下是排湾族 还是鲁凯族 不然怎么是鲁蛇牌居民 九蛋我现在还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你是 你是原住民吗 不然怎么会说吃兔子 因为吃兔子 应该算野味对吗 嗯 突然想到石托医生 石托医生是什么 影集是吗 还是 不要这样 好恶心 不过有可能 哈哈哈哈 我们刚才聊了多少母汤的话题 兔兔那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 其实兔子本来就是可以吃的肉 只是台湾这边一直过不了 或是 没有办法接受兔肉这种东西吧 其实他今天可爱 可是 我觉得吃他也没什么 因为 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 因为我喜欢兔子 啊 心情好复杂 其实我自己也是蛮想吃看看 就是 肉兔 我说肉兔是饲养来吃 而不是宠物兔 宠物兔这个就不太行 因为 你刚才有感情了 你把它煮完吃 所以我觉得过不太去 可是如果是 专门饲养 像牛啊 鸡啊 猪 专门饲养来吃的话 我是蛮想试试看的 嗯 听说很新欸 只是我不太 我不太知道说 兔这种草食性的 动物 吃起来会是新的吗 应该不是吧 对吧 第一次来不是叫国树哥吗 对 不要说是黑历史 那时候因为国树后面加个歌真的很顺 而且刚好是讨论到年龄的问题 我一直不信国树是 不信国树是弟弟 你知道吗 感觉就不像啊 就不像 OK 这边的各位 众多的观众们 我都觉得不像 就是比我小的 好吗 国树哥 汪汪不行 小慧可以 为什么 欸对 欸对 小慧会比我小 sorry 放弃了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叫国树哥 傲慢的国树 鲁蛇牌是说迷你控的座位 我一直看成 什么鲁 鲁 鲁凯族 排湾族 感觉是这种东西 感觉是这种 不是这种 就是这种民族的用语的感觉 不是 不是 那我误会你 对不起 九蛋我误会你了 L牌 L牌 在哪里 是在后面吗 我对那概 座位没有什么概念 你们粉丝可能都还比我清楚 嗯 国树是古人 造谣 他都年纪比我小 那我不就是 我不是人瑞吗 我也是古人啦 我比年纪比他大 以前有人在吃 现在野兔少了 现在野兔几乎不常出现了 超奇怪的 都市不太可能会有野兔 通常看到的都是 那个 宠物兔啊 人家有人饲养过的 宠物兔这样子 嗯 以前好像有兔肉餐厅 现在收掉的样子 嗯 会有土味吧 可是 感觉不至于到腥味 听说 腥味很重 有吃过兔肉的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 瑞婷 兔子快逃啊 哈哈哈 等下丢在 把他丢进锅子里面 没有 忍不住 太可爱了 就把他丢进锅子里面 嗯 投贴是被吐槽以前的大学士 我看一下你的投贴 诶 真的诶 是学生罩诶 好可爱哦 竟然放学生罩 上面写了一个 大大的文学院 大家都知道 你是文学院出来的 然后刚刚没在开玩笑 以前读过日本明治时期 如何养兔子的书 竟然有出那种书吗 日本明治时期的时候 就出养兔子的书哦 那会不会有什么 养宠物的什么书啊 什么 宠物医疗书等等的 这种东西 工具书 太特别了吧 那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什么 以前明治时期是怎么 如何养兔子的吗 嗯 不像 喜欢兔子又想吃兔子 不懂了 就是我有可爱侵略症 再说一次 我没有可爱 我应该把那个官网上面的 那个特 个人 个人特色上面写 就是有可爱侵略症 觉得可爱的动物 可爱的事物 就会想要好好的 疼爱他一番 那个疼爱就不好说 是什么疼爱了 后半都是食博 我认真 那就不是叫养兔子的 那个手 那个 什么攻略书了 那个叫做美食手则 什么烹饪 烹饪手册之类的 然后是兔子合集 前面还是可爱兔子的图案 然后后面就变成那个 就是盘上 盘上的那个 盘上美食 那我呢 那我呢 等一下我们刚刚是在说什么 是在说兔子耶 那你呢 你不是兔子啊 还是你是在讲其他的 哎 你是说 嗯 说到可爱动物小 会有一些刺猬 不如我们把它 我曾经有想过养刺猬 但是有一个坎 我顾不去是 刺猬要喂 面包虫 对不对 反正是要喂那种虫 哦 我真的不行耶 就是刺猬很可爱 没错 而且听说也不太好养 就是不太好养 跟兔子也是一样 不太好养 但是喂虫这个 我真的不太行 可以喂其他的 就是代替的食物 就是人工的食物 但是我觉得还是崇尚于自然 让他吃他原生吃的东西比较好 所以我就 就是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 从那个刺猬先比好 不太敢 嗨福特午安 午安 先来一点音乐 来一点音乐 我觉得我们聊了好久 嘴巴超干的 好 这个这个 看看 我看看你刚刚流了什么 L拍就最后一拍 空气清新的山顶 山顶 难怪你会说鲁蛇牌 诶拿来我跟你讲 L拍的视野才好好吗 最后一拍的视野 才是可以看到每个成员的最好的位置 你要往好处想好吗 往好处想 如果画出幸福的形状 而且 说不定啊 大家如果抽到 不是你想要的座位 或是很后面座位 没关系 你的好运会反映在其他的事物 比如说你升官啊 升纤上面啊 或是什么 中了乐透上面啊 就是不一定会是在美 这件事情会发生好运的 OK各位 往好处想 兔子可能毛多也不好处理 他可以拔 啊不行 啊好可爱 我不要拔他的毛啦 他是拔皮还是拔毛啊 欸我没法想象欸 我真的没法想象 算了算了先表 先表 我上次跟高中数学老师去四川 哇塞 你跟你高中数学老师去四川 啊谢谢 谢谢 谢谢 跟你 你跟你数学老师这么好啊 一起去四川 还是去找 找同学啊 吃 吃 那个火锅吃完 已经全身是汗了 我相信 应该不是全身是汗吧 你嘴巴应该就不能讲话了 四川的道地辣 真的是 是台湾的大辣程度吧 我在猜 嗯 不要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我跟你讲 那么可爱的生物就是拿来吃的 啊哈哈哈 还好我没有把我家宠物兔吃掉 没有啦 本日话题吃兔兔 还有我的那个 游戏ID里面的 这个各种吃兔兔子的内容 这样子 我也改了很多啦 所以你们现在如果要在各大游戏 去找吃兔子烹肚子 应该是找不到我了 我已经改名字了 我跟你们讲一件超北蓝的事情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 我之前玩 不是之前 是我玩那个PUBG 就是绝地求生 手机版的 因为手机版的 臭臭可得 不像电脑的嘛 电脑就是还要花点心力 上去上网干嘛 可是玩手机的话 我前阵子把我的ID 改成了我 国中好妈机的名字 全名 我改了他的名字 我要跟他说 我改了你的全名 然后说 原封不动 我说对啊 原封不动 就是玩PUBG就知道 找自己的名字 就会卷用你的名字 那个人是我 超美丸的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超好笑 可愛就是要吃掉 没错 可愛就是要好好疼爱他一番 要有恐怖的表情 刚刚不是年龄嗎 对 刚刚是年龄 可是我接受气慢了 我脑袋也接受气慢了 啊 谢谢玉超的掌声鼓励 而且刚刚是暴击了吗 那养变色龙好了 不要 为什么不要养变色龙 因为你有时候会找不到他 你就会摸到那个树干 摸了好久 才摸到 我的变色龙在这边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开玩笑 扒皮吗 扒皮吗 我扒下来不是扒毛哦 哦 我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了 算了还是先比较好了 我收回我刚刚说可爱就是要吃的这个画面 我经历过拔毛这个阶段的话 我听到兔子在尖叫 我就没有办法想象了 粉之名要不要叫兔子 这样就可以吃 就可以喊吃我 可以耶 就说 呃你们是 你们是我的谁 我的宠物兔 然后等下就 请你们喊吃我 这样子 诶不错哦 这个catch phrase 那到底是乘客还是兔子勒 到底 还有乘客兔子跟 老板 老大 哦好多哦 到底是多少 我跟你们说 mini concert前都还来得及 诶3号了 8号就mini concert 啊 8号前开表单 8号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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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兔子的话题好恐怖 我相信很多人就已经知难而退 直接退出这个直播间了 因为我们的话题太惊悚了 就是怎么样吃兔子 呃 完好处想 嗯好吧 至少最后一排不会被其他人的飞沫 哈哈哈哈 被其他人飞沫喷倒 就是大吼吗 嗯 嗯 好像也是 这也是往好处想的一种 OK 往好处想的一种 我给你吃 你的idea好像是小白兔 诶 诶可以诶 各位 这边有一只兔子 赶快把它煮了 好吗 叫小白兔的 把它抓起来 我一定不知道我穿学士服去活动到被子虹老师记得 真的假的 所以你们有面对到子虹老师吗 好好特别的画面哦 可以直接跟粉丝见面 他有说 诶你怎么穿学士服来这样子吗 啊好酷哦 怎么会有这种神奇的画面呢 我没有办法想像 诶 找李路他带我们去吃的 可是你不是说数学老师 你数学老师是李路吗 应该不是吧 哦 你说你跟你数学老师去找李路 那你们感情一定超好的 诶 谢谢自伟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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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养兔子是紧急备用粮食 就说虫兔不能了 养肉兔可以肚养几只好吗 再告诉我口感 哈哈 北兰的事情 没说北兰比较贴切啊 我常常都会欺负他 不是欺负他 因为我刚才是超级麻吉的 麻吉嘛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 可能把游戏IT改成他 不然就是我们那个群组 群组名字啊 改成他跟他有关的啊 什么的 哈哈哈 习以为常的 从国中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超好笑的 呵 嗯 我绝对不会是我妈也认识那个人 啊谢谢 啊谢谢 这是红豆糖吗 欸好啊谢谢 这是新的 全新的事物 红豆糖出现啦 哈哈 嗯 放学啦 米忧 米忧你来了 嗨米忧 你好久没有 没有看到你 上次在忙吗 我记得你没有出现在一下子 嗯 可是你刚放学还回家 回家是录像小心 也不要看我直播 嗯要看录啊 记得 米忧 嗯 所以背锅的是同学 你知道就是这样子 我改他的那个 我把我的游戏ID 改成那个人的名字 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害 就是用他的ID去雷人 哈哈哈哈 然后人家会生气 又看那个摆骂 我说你在干什么啊 但是我说 有时候跟中国人 就跟中文一起玩 他说 啊你在干啥啊 不是 因为我就会拿那个燃烧品 去丢队友 哈哈哈哈 我以为这个真的是超级地狱 我会拿燃烧 因为 只有燃烧品跟 手榴弹炸的到队友 可是因为手榴弹会有那个 倒数起始的时间 他们对我看的到 知道你要炸他 可是燃烧品不是 他丢了马上就直接反映在你的身上 然后我就直接往那个人身上丢 好像是怎样 我就丢完之后 我就用语音说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燃烧品 我不小心丢出去丢到你 我把他救起来之后呢 我再丢一次燃烧品 然后他就被烧死了 这种玩家真的是不可取 你知道吗 我玩PVP是真的很多花式的 在搞队友 那对我应该气死 恨死我了 养台湾变色龙 为什么是台湾变色龙 我属猪猪还是兔兔 你属兔兔 然后下一秒我就把竹竹吃掉 李璐他吃完根本没反应 因为他吃习惯 因为他是四川人啊 四川人对于辣的接触程度 真的是高之高高高高的不行 但是全世界最高的吧 我想 可是我真的很想试试看 试穿美食 因为有时候 那个网路上会有 试穿的烹饪 嗯 烹饪过程 他会把它拍出来 然后加了一堆 花椒辣椒啊 什么辣椒都加 看起来就红红的一片一锅 这样子 看起来真的蛮下饭 蛮好吃的啊 只是吃了不知道 会不会又有另外一个天空了 这次都戴口罩 应该很难被飞沫喷到 对啊这样的话我好像也认不出你们来 因为每个都一定会戴口罩 人多地方一定要戴口罩 记得各位要戴口罩 真的 非常实习 嗯 老师常常会出现在活动啊 可以打个招呼 哦会 可能都是藏在后台 或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 蛤 我也想看到你们的互动欸 偷偷注意一下好了 看子宏老师会不会躲起来 对啊超好啊 他跟学生都是超级无敌好 但生气很恐怖 你说老师生气很恐怖吗 但他生气 哦那应该是在说李璐生气很恐怖吗 谁生气不恐怖啊 还是因为他平常是好好小姐 好好先生 然后这种人通常生气起来都会 就会让你不认识他了 嗯 子宏老师很亲切不注意会以为是普通大树 真的老子宏老师超级亲切的 笑起来非常灿烂 真的 大树的话我觉得不至于啦 不至于 还是有老师的感觉 嗯 嗯 我的锅子的水快滚了 小白兔等等我 欸滚了记得把那小白兔丢进去 小白兔你还在吗 不要跑欸 他听到说我们要把它煮了的时候 就直接离开直播间 岳母想看红豆卡在牙齿上 没有啊 嗯 蛮干净的啊 就是有这种人 人家肉搜尼同学 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所有人都知道理论是谁哦 我要啃掉 没有啊就没有啊 就没有红豆美 有的话直接关掉直播就好了吧 对不对 等一下你只要看到我关掉直播就知道我的 蛤 什么 什么东西 我妈讲了什么 什么我嫁不出去 什么我嫁不出去 不要这样讲一件女儿好不好 我才22岁欸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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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ll 你这个Troll 我们跟他讲PUBJ的事情 我记得这件事情 你太坏了 我都会跟那个我朋友说 诶怎么办我刚被检局了 他说为什么 这是你的帐号没差 我说可是你也是你的名字耶 然后他就点点点点 然后就已毒我了 我跟他真的好都不行啦 不用担心 我不是在霸凌他是真的日常欺负而已 真的太Troll 解心前辈在吗 解心前辈 解心前辈 我现在看到吗 解心前辈 哈喽 早安 解心前辈 我们的哥基前辈 等一下 可是我怎么没有看到 你们都看得到耶 你们都看得到那个前辈进来直播间 还是因为我没法一心而用啊 不要你会辣到直接灌牛奶 可能灌牛奶都没有用 直接送医院吧 四川的辣应该不是我们的接受 就像大王麻辣干面这个Top1的辣 嗯 看到解心突然想到 我把你们两个唱与爱的片段结合 真的假的 可是我 我那时候还唱出我还干嘛的耶 不用放解心前辈就好了 不用我不用我只是水猴唱唱的好不好 就当作就是 中场休息的时候唱个歌就好了 不用不用放我的 不用放我的 嗯 四川人不怕辣 湖南人不怕 湖南人不怕 湖南人辣不怕 贵州人怕不辣 那不就都不怕辣吗 辣不怕 应该都很会吃辣吧 不过四川人应该是最能吃辣的 因为我们 对于普遍的民众 对于四川人 真的是一个辣都的概念 其他湖南人 汇州人 反而还没有听过吃辣 还是因为我见识浅薄啊 嗯 不是是我们数学老师很恐怖 你如果没有发过脾气 那也不错啊 代表说你们相处之间很和谐啊 老师当然 要该凶的时候要该凶啊 因为老师要有老师的那个 就是气魄在啊 不能让学生好欺负 跟学生可以好 但是凶的时候还是该要凶一点 嗯 我生气起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子 那你至今 就是从以前到小时候到现在 你有印象最深刻一次 就是被谁弄到生气 气到无法自我对吗 经历 应该都有吧 可是你还记得世界是什么吗 这样我们就知道你帝雷是什么了 哈哈哈哈 嗯 直间得格安滴 得格安滴 是什么 草莓酱 关掉 有够派 直接关掉有够派 我刚讲什么啊 我刚 哦 你是说哦 卡牙缝直接关掉 对不对 对不起那好像是五分钟前 我讲的话 嗯 妈妈你不是女人 你有讲这么大声哦 诶 你被人家听到 你们都听得到我妈讲话 我妈讲话真的是大嗓门 我跟你讲 她的 她们都听到你的声音 这边说音非常的好哦 小心 嫁不出去这边有很多候选 然后这边就要来半出一句 如果到30岁我还嫁不出去的话 你愿意娶我吗 哈哈哈哈 我相信我30岁被嫁不出去的机率非常高哦 哈哈哈哈 嗯 看看 哎呦不错哦 一盒一盒哈啰 好久不见的感觉 歌姬前辈还不就歌姬后辈吗 我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不到歌姬啦 不到歌姬 呵呵呵 就是一般的庶民好不好 庶民 小庶民 嗯 嗯 贵州人也 贵州人不怕不辣 我爷爷就是贵州人 还是说中国人其实都很会吃辣 因为他们 辣椒加的不手软耶 还是因为 地理的关系 地理环境的关系啊 通常那个国家吃什么都会看他们的气候跟地理 地条件是什么 对吧 像韩国人很爱吃辣 就是因为 冬天冷 就是天 呃对 天气的关系 那天气嘛 不是天气候 气候对不起 气候的关系 贵州豆花是吃咸辣的 豆花是咸的吗 我没有办法想象耶 豆花应该是甜食吧 甜的就应该是甜的 甜食就应该是咸的啊 对不对 好啦我这次自打嘴巴 啊 谢谢喵的LOVES 溜溜 啾啾 欸 喵应该是女孩子对吗 喵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秀气 嗯 我说 我刚自打嘴巴 因为松饼我喜欢吃咸的 超自打嘴巴的耶 怎么会这样 那三个地方都吃辣 但是辣的种类不同 怎么说 说说看 四川是什么辣 麻辣吗 然后贵州是 欸我真的蛮想了解 蛮了解看看 这样之后如果要去什么 导览的话 就挑 挑那个区域 如果想吃什么麻辣 就去四川 然后想吃什么酸辣 就去贵州 我假设我假设 我亲戚就是重庆人 他几乎每天都吃一堆辣椒 真的很辣的那种 可是吃太多辣 不是会对肠胃不好吗 认真问认真问 还是其实还好 可以强健胃 好像两种说法都有听过 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这边你可以帮解答一下 很少气到不行 不过我地雷真的很多 搅拌肉燥饭就是地雷 那这样我下次吃肉燥饭在你面前搅拌 你会不会生气 会不会气我 气到以后都不来看我 我觉得有可能 化非分为十两 一气胖三斤 你这样是 你这样是害到自己 不是害到 不是气到其他人 对不对 通常气都是气饱 而不是气到饿 好像没有听过气到饿的说法 谢谢一和的櫻花羊羹 为什么我刚刚没有看到櫻花羊羹的图案 是我刚刚太认真的在回复你的留言了吗 对不起 我真的是看留言 我就会忘记看其他地方的人 像是看留言的时候都会忘记看到时间 我今天播到5点40分 因为我刚刚10分的时候下黑屏 所以我就重新来过 就是没有算到时间 所以我5点40分下播 你知道聊一聊真的是 完全不觉得自己过两个半小时 时间过得超快 你们太会聊天了 我的天哪 超会帮我延续话题 妈妈很闹 妈妈专业坑队友啊好吗 她根本是雷包 雷包 雷包 在说你啊 她在笑得很灿烂 她笑得很灿烂 超可爱 灰影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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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隐居高市就对了 我觉得我30岁大概也娶不到老婆 不入门 你应该说不了我每天都对你唧哩呱啦的讲话吧 我说我到30岁还嫁不出去的已经大概就是这个 讲话太太太太太吵了 谢谢陈寗的老师姻缘棒 谢谢 国树加油 不会啦 我跟你讲距离30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对吧 应该吧 差不多 可是岁月催人老 大概你可能 过了8年之后 感觉是昨天的事情而已 四川是麻辣 哦来来记一下 四川是麻辣 真的是麻辣对不对 湖南是辛辣 贵州是酸辣 那我刚刚讲这两个 欸好开心哦 我猜对了 那我可能会比较想去 贵州 我可能会比较想去贵州 酸辣比较可以 让味蕾更有层次的感觉 麻辣的话就是麻 可是辣反而还好 辛辣的话是辣 可是酸辣是两种感觉 对吧 就像酸辣汤一样 哦我超爱酸辣汤的 别说了我每次去那个什么八方云集啊 四海游龙啊 反正就是饺子店 我一定会点一碗酸辣汤 然后把它喝的金光 哇 哦 全部喝干净 直接跟刚刚说的那个碗的理论抵触了 有没有 好啦其实还是会留一点啦 留一点 刚刚说喝完只是花式吧 呃女生 诶终于有女生 那个米优啊 喵啊 都还在 还有珍珍嘛 对不对 可是今天他们好像不在 米优应该下课 应该是走路中哦 欢迎 这边欢迎女孩子 女孩子叫兔子好了 不错吧 女粉丝叫兔子 然后男生是另外想一个 乘客 跟这个完全无关的 贵州是酸辣 还加上少有民族的口味 民族口味是什么香料吗 还是 就是 就像台湾一样会加一些 酱油啊 不是 酱油很多人都有 很多很多 很多国家都会加 不过他们的酱油是不是叫 诶妈 中国那边的酱油叫什么啊 我忘记了 老抽对不对 老抽 生 是生抽吗 酱油啊 生抽吧 还是老抽 像南北地方口味就吃很多 哎 我发现其实 中国还是美食大地吧 不是才是 中国也是美食大地 很多这种 就是种火味的东西 所以的话 去中国应该还不错 就是 就是等到 之后再 可能后几年 后几年 后几年 还有分 我一自以为他们都吃麻辣 可是麻辣的辣 其实不会像是我们说那种 很不舒服的辣诶 这样的话听起来四川是 吃辣是可以有益身体 而不是让你觉得好不舒服 全身都在冒汗的那种辣 对不对 只有我卡吗 地理位置造就的 那应该就是 是 等一下是我在卡 还是你们在卡 还是 我不知道我现在有卡吗 有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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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已经习惯草莓突然聊我这件事情了 没有 已经平淡都不行 想一个新招 草莓奖 这是给你的课题 想一些新的新招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不来看 是不会因为这样就不 我刚刚讲的 就是因为那个肉燥饭而 就是自不同不道何 生抽老抽 汪汪吃我 出镜 没关系 女生我愿意 女生女生跟我讲这些 我会理你 男生话就不好说咯 国树 国树小心一点 国树很爱 国树很爱特别讲这些 乘客 汪汪部分是对不起 你喜欢 太喜欢你了啦 诶 等下我刚刚说什么 啊 他讨厌那产梅酱 泰国也是酸辣 可是泰国他们也会加一些当地的一些风气 就是 鱼露 鱼露应该是泰国很爱用的一种 一种 一种料 一种 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酱料 调味料 调味料 对 其实我没有很接受太刮躁 我话多但是不刮躁 没错话多跟刮躁是两回事 也要看时刻 但是如果是在直播上当然就是没差啦 因为这是我的 Ariel 我看到哪里 他好像跳掉了 所以 问我想吃女粉丝 想 想到不行 就这样定案 你不要啦 我不要 我刚才只是举例的 女生叫兔子 那应该 男生要有相对应 不然就是 可能你们说 男粉丝叫 老板 然后 女生叫 叫什么 叫大姐 欸大姐好奇怪喔 算了 兔子可爱多了 兔子可爱多了 生抽老抽有两种不同 生抽老抽都是酱油 那生抽老抽分别是什么呢 还是说酱油膏 汪汪形容 喝酸辣汤好生动 因为酸会让唾液分泌 你就会发现自己越喝越渴 或是越喝越顺 越喝越饿等等的 酸应该会 可以让食欲增加吧 对不对 我相信应该这个就是 我那么喜欢喝酸辣汤的原因 大家喜欢喝酸辣汤的原因 每一次 哦 我要跟你们抱怨 每一次 我稍微晚一点 8点 稍微8 好了 8点 去八方明基 老板我要来一碗酸辣汤 酸辣汤有吗 哦没有了 我们吃玉米浓汤 不好意思那我不要了 哈哈 我就是连那种 即使我想吃国天 但是没有酸辣汤 就是明谢会顾 下次再见 这样子 玉米汤ok no 玉米汤太甜 就是 他们玉米汤不是特别 特别吸引我 特别喝我的胃口 我就是冲着他们的酸辣汤过去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好像很多人就是 老板请问我酸辣汤吗 哦没啰 谢谢谢谢 然后就走了 很多人是这样子 台湾没有特别区分 老抽是成年的酱油 酱油可以放这么久吗 还是台湾酱油也可以 嗯 汪汪咬我 跑来这边 诶怎么有嘉义人 这有嘉义人吗 好像有嘉义人 诶 觉得嘴巴有个怪怪的感觉 所以我刚刚停下来 突然没有回复那一句 我要这边请排队 这边是咬这个 让汪汪咬一口的列队 请大家办好兔子装 穿好兔子装 让我咬一口 肚子 生抽主要是咸调味用的 老抽颜色深不咸调色用的 那不就是像是龟甲腕跟 诶 龟甲腕跟某一家的酱油 就是一样 有一家龟甲腕好咸 龟甲腕酱油就是咸 可是有另外一家的酱油 就是你家再多都不会觉得鲜 只是会觉得味道 颜色很深 可是忘了那家的名字叫什么 梅卡 好像是我WiFi的问题 好那没事 你要换个WiFi啊 啊不对 WiFi好像你家里也会有 只有一个点而已 对不起 如果你在外面的话 好像也不好找WiFi 我看看 我今天遇到 我看看 乌乌果然被讨厌了 我没有讨厌你啦 我只是故意叮你的 我就是让你想一想 一些新的 新的就是 化出来 取悦 取悦本翁 哈哈哈 刚卡的崩兔已经拍下来了 所以卡的不是只有你一个吧 刚刚好像好多人都卡了 没关系 反正我不在意崩兔OK 好吗 没有形象可言 刚我妈都说我家不出去的呢 我还怕呢 我还怕呢 嗯 我哪有 不要乱讲 我就喜欢毁伴果树 我今天遇到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主播 是谁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然后等下就说千千 哈哈哈 你等下可能要发存活声明 不自杀声明才对 哈哈哈 嗯 哦我看到被米掉了 不自杀声明 那个是 哦OKOK了解 对其实 云南人跟泰国辣很像 我祖先是云南人 那祖先是 这样的话口味应该不会 没有遗传这种东西吧 还是说那个口味 家乡口味会 就是传承下来 然后变成说你 现在就是 就是从小到他吃的口味都是习惯 吃云南口味 嗯 说着说着我就想吃 泰国跟云南料理 我记得 台北有开云南料理店 它上面就是写云南 然后的确就是有酸辣汤 那个酸辣汤你会加了非常大量的 胡椒粉 它会自己先把你夹好 超神奇的 黑哥 五安五安 羊羊五安 超多人 搞什么 超级多的 我相信 翁翁姐不会ban我 我才大你一岁 你叫我翁翁姐 你找死吗 郭主你找死吗 我不是姐 我还不老 我不老 酒蛋玉米汤错了吗 吃饺子就是要配酸辣汤啊 怎么可以配玉米汤呢 这是不行的哟 比较高拐 谢谢 谢谢 值得名女掌声 哇超多 谢谢 好多礼物很可爱 嗯 好啦我觉得 差三个月不能叫姐姐 你也知道哦 你应该是在我刚刚 店你之前就先 这个自省 说不能叫姐姐 三个月还好不好 我们已经 其实 到了年纪越大的话 反而差一年两年 你都不会觉得是 弟弟跟姐姐的关系耶 那但是如果是小学 或是国中的程度 就是我学长学姐的 那个区别 那出了社会反而就还好 对不对 一两岁其实 就已经算是年纪相仿了 所以以后跟成员约 吃饭要问问 今天吃 吃吃男饭还是吃女饭 然后我觉得 因为刚才不是说我每天都要吃女饭 哈哈哈哈 然后我成那个 前辈跟成员约都 以后都不敢靠近我 因为我都是说 我要吃女饭 系统会ban啦 没关系我刚刚把他讲出来了 呃 我家这里都是卖玉米汤 卖的比较快耶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这 因为我通常去 每一家的八方云集买 都是 酸辣汤一定脱提早没 而且都是 八点之后的时段 七点半可能已经要卖完了 有时候七点半很早就卖完了 然后玉米汤都会剩 不然就剩鱼丸汤 玉米汤如果不剩就是剩鱼丸汤 也不会剩酸辣汤 酸辣汤永远都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卖完的 呃 酱油膏盐分 等一下 套掉了套掉了 呃 刚刚酱油膏在讲什么 酱油膏盐分 当然也可以放 放很久 是说酱油膏吗 冰冰香是不是也可以放很久啊 就是如果他今天过了少 或几千还是可以继续放 认真问 嗯 不是嘉义人 但是是一家前辈的人 不错 这很撩 你可以跟一家前辈说 超撩的欸 为什么会被系统ban 因为敏感字眼 敏感字眼就会被ban 然后 看看 超多 像很多餐厅会主打的 就是两地相近的饮食 习惯造就的 是吗 但是如果不像呢 完全不相仿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话 也是会吧 就是融合在地的一些文化 跟他们当地的文化 然后再做成一个全新的料理 好像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做 而不是直接超过来 因为这样超过来的话 已经早就有那种 做的口碑好的老店了 对吧 云泰料理啊 云泰料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那时候都以为是泰式料理 可是云不知道是什么云 也没有问 因为他不会展开是说云南泰式料理 要的话也是我没有看到 我就以为是泰式料理 而且他有卖摩摩扎扎 超神奇 我就觉得那应该是泰式料理 哈哈哈哈 酸辣汤的辣就是白胡椒粉啊 酸是黑醋辣的部分 黑醋的部分 所以酸辣汤里面的辣 已经先帮你加过白胡椒粉再拌吗 是这样子哦 我一直以为他是有辣椒 因为有时候会看到辣椒浮上它的汤面 所以我一直以为是辣椒辣 然后我还会另外加白胡椒粉 加胡椒粉 我不知道是哪个白还是黑 反正就是白胡椒粉 我还是会另外再加啦 不过其实两三会就会有代沟了 其实要看耶 不一定啦 看那个人生长背景怎么样 如果他比较早熟的话就很难说 不能用年龄来做一个依据 像有些人就是一生过得平平淡淡的 他可能今年30 我假设30岁 可是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20岁的小年轻货子啊 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 可是30岁的人没有经历过的话 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代沟问题 而且不是年龄所造成的代沟 而是经历过的事情有所代沟 说不定是这样子 我把WiFi重开 你把WiFi重开然后等一下就下播 欸开完不好意思我要下播了这样 我这边都是玉米汤先卖完 怎么可能 我每次要买酸辣都买不到耶 我不是在乱讲耶 我真的是假设我一天七天都在吃八方云集 我只要稍微晚一点去 双双双都买不到耶 嗯 每次都会听到老板说 哦玉米汤还有哦 不好意思我不要玉米汤 我已经听了七天玉米汤 no 就是不要 对所以以前吃我阿嬷的菜师 真的很像他是泰国菜 那我问一下哦 云南人的话他们会加那个 就是加一些香料或鱼露在他们的食 就是在他们的那个食物里面吗 还是不会 如果会的话那吃起来根本就跟泰式料理是一样的了吧 对不对 什么虾酱啊 这种鱼露啊 香料就是韵印度 那不一样 那不是泰式了 嗯 我不是嘉义人 我是你的人 你是我的兔 OK 你是我的美食 小白兔 好大卖照 没有啦 开玩笑的 你真可爱的小白兔 哼哼 不过我想问一下 你是喜欢小白兔吗 不然怎么叫小白兔 好是你家有养小白兔 理论上酱料过了嗓味期限都还OK 只要保时干燥嘛 可是放在冰箱的话 好像也是哦 酱料反而还好 嗯 那我下次试试看过期 吃试看肚子会不会拉 如果拉了我再告诉你哦 我再告诉你别人神推 酱汁类的因为盐分很高 只要不沾到深水都可以放很久 原来是酱 是因为盐的关系吗 嗯 那我举例 糖 啊不对 它也是干 比较干燥的东西吧 应该是不分种类 那干贝酱呢 也是盐分比较高 对不对 豆腐乳 豆腐乳也不算酱料 诶 我很在想有什么酱料 是可以打破这个原则的 看来是一个喜欢美食的主播 没有今天刚好主题是在讲美食 我跟你讲我们是从什么 诶 我们从炸鸡薯条 聊到云南美食 泰国料理 然后讲到吃兔子 超级远的好吗 而且中间还刚刚参了一些 就是 参了一些 健身的东西 你怎么突然这样认真起来 突然认真起来 我很认真吗 我发现没有诶 要看人家看主题 因为我们刚刚聊的是酱料的东西 而且酱料是我刚好 不知道的事情 说酱料什么盐分很高 所以可以放很久 这个是我不知道 嗯 觉得很新奇 诶 跟你们聊天可以讲知识诶 超棒的 而且这边超多知识分子的 我都觉得我自己的身体 被洗涤过一番 你知道吗 感觉跟我手一定会一直被闹 没错 我已经是被说是什么 很幼稚很屁孩啊 就是 有时候会 整朋友 我很爱整朋友 很爱恶作剧 我现在还是很爱 哈哈哈哈 超爱的 我那个 简介里面曾经有想过 要写 就是我特色很爱恶作剧 还有很多啦 反正就是整朋友 看朋友反应 就是被受惊吓啊 干嘛 的生气很好笑 生气还是还好 可是通常都是受惊吓 嗯 通常会把鱼露香菜薄荷之类的 云南那边 薄荷哦 加薄荷 这么特别 你说薄荷然后再加一点辣吗 那这样的话其实还蛮新的诶 我是没有听过说加薄荷的 香菜一定得加 香 香菜真的是像最美好的 调味 的 的调味菜 其实台湾以前是用虾油 而不是吃酱油 清朝时期的时候 然后又要卖弄那个历史的 历史的 历史的知识 历史文学的国树 为大家就是科普一下 就是以前清朝时期的时候 人人们是吃什么维生的这样 你今天就这样 我说没关系 这边是你发挥的天地 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的厉害好 专场摆出来 摆出来 嗯 酱油反而是静待一点才用 那这中间有没有经历过什么 加油 虾油经历到 呃 虾油到酱油这中间有没有经历过什么 不然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是改革 改良 不是改革是什么 改良吗 想知道吗 不告诉你 嘿 没关系我把你煮了 那我就把你煮了 一言不合就开煮欸 高糖的也不容易坏 蜂蜜之类的 可是蜂蜜我反而觉得说很容易坏掉欸 它会冰太久 或是放在那个常温太久 会有种怪味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还是因为有那个 有沾到其他的东西 嗯 MeToo 胖胖MeToo MeToo是什么 不是为什么突然讲到MeToo 我刚刚讲到什么话题吗 海鲜类的应该就不太能放 嗯 我想也是 干贝酱是真的有嗓味期限 那种跟鱼有关的 好像都不太行 对不对 那如果是瑞典 我不讲降量 如果是瑞典肥鱼罐头 放超过保存期限 你看啊 我刚刚有具备那个条件 瑞典肥鱼罐头 是高盐份的罐头 对吧 里面加了非常大量的盐巴 可是它同时又是海鲜 所以它可以放很久吗 认真问 好胆卖走 超派的好吗 我根本超派的 我说认真起来是代沟的问题啦 你有遇过什么吗 感觉好像有经历过一些 就是跟其他他人 差两三岁的人有代沟的事情 还是说 不知道欸 我感觉是你有遇过 才不会就是那么 这个斩钉结底的跟你说代沟的问题 云南菜也会加鱼露 荷叶那些 我听说过会加鱼露 可是青木瓜的话是那种 就是加鱼露啊 酸 没有酸 就是鱼露的青木瓜 那个好像是泰式料理 还是说他们有就是 我觉得没道理这么详尽 没道理云南料理跟泰式料理这么详尽 一定是有经历过些什么 那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超爱云南料理 感谢你的推荐 感谢你的推荐 从此经过云泰料理 或是云南料理 我就会先第一个进去 看一下菜单 可以可以可以 那个进去进去 嗯 香菜 香菜 喔喔喔 我知道 这边很多人不能接受香菜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 料理 没有加香菜的话 千万不要把它挑掉 是挑给我就好了 我可以帮你们解决 所有的香菜 一切困难交给我包办 你们不敢吃 我从来都敢吃 可是你们敢吃 我从来都不敢吃 这样 因为台湾以前不太种黄豆啊 福建那边传统也都是虾油 沿海都是这样子 台湾吗 台湾沿海 所以是高雄那边吗 我不太理解说 呃 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嘛 然后直到后来种黄豆 才可以冲 才知道黄豆可以提供成酱油 原来如此 原来是靠海的关系 嗯 鱼露 鱼是鱼露 鱼露 你们是竹墨在鱼露上干什么 鱼露已经结束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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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黄豆啦 是吗 酱油啦 酱油 香菜蛮多功能的 像加牛奶或加抹茶 那样子 虽然说没试过 那你们吃过那个吗 花生卷冰淇淋 花生卷冰淇淋 其实香菜 我觉得家里面就没有那么搭欸 可是很多人都会夹 虽然我爱香菜 可是我觉得甜的就该甜的 咸的就该咸的 可是香菜其实 帮了很多料理 很多 帮很多料理很多忙 对 这样讲 语法怪怪 你们听懂就好 就是它可以提 叫什么提味 它可以提味 但你不见得要吃它 它只是一个 食材跟一个过程 就像是强化 强化这个素材 强化这个剑 这把剑需要一个素材 它像这个素材一样 融进里面之后呢 它就是不同的东西 你懂吗 超级贴切了吧 铁匠铺 的 强化功能 哦强化功能 强化素材 OK 强化素材 嗯 瑞典匪鱼罐头闻过 觉得还可以吗 其实那个瑞典匪鱼罐头加 就是泡在水里 让它过一下水之后再吃 其实 我觉得OK 不会有腥味 我吃过瑞典匪鱼罐头 真的神奇的食物我都吃过 我觉得还OK 不是 你们想的这么恐怖 那个味道算 很重 很重很重 打开那味道罐头真的很重 可是你过水之后吃 吃了就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很咸的腌漬罐头而已 嗯 罐头经过高 高温杀菌加抽真空 又高渗透鸭 可以放很久吧 嗯 对 可是同时它是海鲜 就是有人说就是 海鲜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 过保存期限还是 让它过期吧 you know 可以放很久 是因为杀菌 过瑞典匪鱼罐头是没有杀菌 所以 持续发酵 好像也是 你们有看过一支影片是说瑞典匪鱼罐头的制作过程吗 去他们的工厂看它的制作过程 就发现好像也没有特别谨慎或干嘛 就是直接放了去装罐 对吧 那这样应该也不算是有杀菌过 为什么它突然暂停了 影片已暂停 搞什么 他刚自己突然暂停也吓死我了 夭壽喔 可以 可是匪鱼罐头坏掉闻得出来 我相信应该是闻不出来 因为匪鱼罐头的味道本来就不难闻了 我猜如果是坏掉的话 应该是酸掉臭掉的味道吧 应该是 我要跟上你的留言了 嗯 呃不是啊 云南跟泰国很近 隔个横断山脉 嗯 是喔 欸不好意思 我地理从来没鸡隔过 我地理真的很差 所以 你们讲地理环境的话 我可能 可能会很心虚 跟你们说 我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可能要看一下地图 喔地图在这边喔 喔原来喔 我跟就是 台湾的地理环境也不是很熟 就是整张 整张世界地图我都很不熟啦 对不起 我地理就是没几个人过 OK 奇怪了 下一话题是大卤菜啊 没有啦 其实都可以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讲到什么 台湾酱油来油 是不是嘛 就是酱油以前是虾油 做成的 我刚秘理路 他说等 五月份也在过来 挑战吃大王干面 对啊 等到疫情过了再说啦 那我相信大王干面 又可以就是重新 非常的 排很长一大队吧 我想 因为大王干面真的 过了一阵子的风气之后 我才 不是过一阵子的人气之后 我过去之后 还是要排队 那我相信 现在应该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状况 不是因为台湾多半都是福建那边 以肯的呀 这是历史的原因 喔原来如此 好像有听说过 对不对 福建 福建跟 那那个闽南呢 闽南跟福建是什么关系啊 因为讲闽南语也是 大洞那边闽南过来的吗 啊 我地理真的不行欸 对不起 国术不要 不要把我当白痴 不对我就是白痴 好把我当白痴好了 你可以就是重新教过 我就是我的 地理老师这样子 地理历史老师 蛋白质分解后 发酵都能做成酱油 像是黄豆啊 头发 这个搞不好可以实验看看 你可以去试着开一个YouTube 然后跟大家说 蛋白质分解 就是发酵都可以做成酱油这样 然后包括头发 然后就把一根自己的头发 然后去用那个头发提炼做成酱油 试试看 就像是有一个 用豆腐渣做成的刀子 那个YouTuber一样 超强的耶 这是什么黑科技吗 我觉得熊熊毕业后可以当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为什么是熊熊 熊熊 好可爱的名字 我叫温温啦 不好意思 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熊熊 觉得怪奇怪的 熊熊 鲑鱼罐头好吃吗 还不错 为什么 鲑鱼罐 其实 如果你是直接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说 鲑鱼罐头它是要经过烹饪 或是要经过一些处理 而不是直接 嗯 如果你有看过它那个工厂流出 工厂的影片 你就可以知道 它其实有点像是 你就是 呃就是 吃掉鱼放很久了 然后再用盐 腌制它们 那个水其实不是很干净 我觉得不是很干净啦 所以它其实应该要泡过一些水 或是经过高温 或是 Anyway 你可以加到面包里面 至少都饼张单吃好 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 认真可以试试看 但是你要 到室外去开那个罐子 不然你这个味道会弥漫 在这个室内空间 它其实 是排不太出去的 这是真的 嗯 可以看看 看看 请问今晚住谁家地百集 会对 等一下 跳掉了 嗯 会对香菜有新的认识 这边应该要跟大家讲一下 它还吞 这个留言要置顶 可以看看 请问今晚住谁家地百集 会对香菜有新的认识 这边超多人不吃香菜 OK 就是 我是OK啦 就是我非常喜欢吃香菜 所以 看不过不看不会影响到我对香菜的爱 呵呵 大家应该看一下哦 呵呵 罐头杀菌完好保存 还可以放非常久 还是可以吃 哦 所以其实是杀菌这道工程是必要的 如果要让它保存 先放久一点 那如果是台湾的那种 就是 茄汁青鱼罐头的话 其实就可以放很久 对吧 啊 好 谢谢何恩的招福师 何恩 何恩宝贝 之前上课老师有拿 拿出放十年的罐头 打开胃 看会OK 那个罐头是什么 是 呃 经过杀菌的鱼罐头吗 台湾的我觉得是OK 可是国外的话 可能 那个 就是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啦 就不见得说每个都可以放这么久 其实食物的历史文化跟地缘是很有关系的 我相信是的 所以 如果之后再聊到美食的话 这边还要麻烦国树 请当我们就是大家的历史跟地理小老师 帮大家科普一下知识 因为发现来温温台可以听国树讲古 不是讲古啦 就是讲历史 觉得很幸福耶 跟地球环境很不熟 没错 我那个 在对地球 整颗地球跟整个外太空其实都很不熟 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活在这边的意义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在浪费 浪费这个空气 台湾有哪些县市先回答一下 地南科风 那个 北中南 差不多了 对不起 我真的不行 我好强敢吃匪鱼罐头 我真的什么奇怪的东西都吃过 就只差虫没吃过 啊 我吃过蟋蟋 蟋蟋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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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鸡母虫饼干 蟋蟋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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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蟋蟋饼干还不错 可是 蟋蟋蟋我真的不行耶 我真的是 蟋蟋蟋你看 我喂蟋蟋我都怕了 喂蟋蟋蟋 喂蟋蟋蟋直接放到我的 就是它已经是 干掉的 死掉的蟋蟋 我还是不行耶 那个心理障碍是过不去 可是炸蟋蟋蟋是好吃的 可以跟你们说 炸蟋蟋蟋是好吃的 薰薰到底是谁帮我发明的 哈哈 这是呱呱帮我发明的 福建的大羹面很好吃 大羹面是什么 大羹面 嗯 是台湾那种羹汤吗 里面加面 就像是什么 什么 土托鱼羹汤啊 嗯 福建简称就是 閩 就是閩南啊 分閩南跟閩北 哦 原来是原来是 长知识了 嗯 嗯 熏熏听起来蛮可爱的耶 这样都叠字 汪汪跟熏熏到底哪个好啊 诶 你不要 下次我开始直播叫我熏熏 我会觉得全身发麻 超怪的 熏熏还太太 太 怎么讲 好 好螺的感觉 好螺吧 是好螺吧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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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熏熏也可以啦 就是今天当一天熏熏 那下次的话我要看到汪汪 我真的不太习惯 让我习惯一下 嗯 老人家说 香菜对身体有害 所以都挑掉 才没有这种讲法咧 不可能啊 哪里有害 农药吗也不是啊 农药那其他蔬菜 不也是这样子吗 对了 我发现我好像开到忘我了 我等一下要 5.50下播 然后在5.50之前 我会念钻石榜跟 三点拍 一样的三点拍 要不断齐盘的三点拍 耶 台湾大多就是 这边有讲过 然后突然 怎么突然加了宝贝 因为你是我可爱的兔子粉丝 兔子粉丝就是女粉丝 兔子粉丝都要加宝贝 我只吃女粉的 我真本吃女粉的 小心一点 国术的口述历史 好老舌 国术的口述历史 哇 国术的口述历史 耶 这可以当然要口令了 要加和恩姐了 可是不是和恩宝贝 对不起 我看到女孩子我就会 下意识的加了一个宝贝 姐感觉老了 你知道吗 姐没有亲切感 宝贝才有亲切感啊 可以接受吗 汪汪加班时间到了 我发现我每次都在加班 但是我加班很开心 而且是聊到忘我那种程度 我历史额 我历史额 地理额 大概还有55 我是你的一半啊 不用担心 你还有我垫底 还有我在后面垫底 不用担心 55很高了 真的 55很高了 有一千过米里欧了吗 然后我先念一下鑽石板好了 你大我两岁 这边 诶 这样子的话 你国序 那你要叫国序国序歌了 国序也可以 国序啦 国序好了 国序可爱多了 国序歌叫国序歌好了 你要叫国序歌咯 他笑我三个月 然后我要叫你国序 这边 国序应该叫歌的 只有呱呱要叫你歌 其他都说国序帝 我先念一下钻石板 因为我发现我等一下忘记念的话就糟了 先念一下钻石板 然后我今天要念到15名 15名 从15开始念好了 15开始念 来 现在我们的钻石板第15名是阿咪 阿咪 阿咪阿咪阿咪 13是常常帮我们上传YouTube影片的小易 辛苦你的小易哥小易 12名是TDB好多组织 好多组织 叫好多组织好奇怪 很没关系 12名是好多组织 第11名是空白 就是没有 不是那个空白 不是用户名不能是空白 是他没有名字 11名 10名是和恩姐宝贝 有两个都加可以吗 和恩姐宝贝 第9名是酒蛋 酒蛋 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就是 冷知式的酒蛋 第8名是呱呱 呱呱 其实呱呱 我记得之前 之前好像比较少看到你 对不对 呱呱 今天有难得在直播间聊很多天 我觉得很感动 第7名是北元神推 北元神推 第7名 哇 第6名是喵宝贝 喵宝贝也是小女生 不知道宝贝 不知道是不是小女生 但是听起来是小女生的感觉 第5名是玉超 第4名是傅伟哥 傅伟哥一进来一下就不见了 突然就不见了 可能跑去忙了吧 傅伟哥 第3名是柠檬 柠檬儿 柠檬儿 第3名 那再来到我们第2名 第2名是 智伟 第二名 第2名 第1名 今天是我们的 林狗 林果 耶 榮登我们今天的第一名 鑽石榜 好 好 这样念完有50分了 那我们就来做3个 連拍 刚刚突然忘记要讲什么 3个连拍 3个连拍 好 来咯 准备好了咯各位 来 我们来应景一下 拿这个 酒精 大家要随时携带酒精 或是口罩 欸不对 干洗手 来来来 今天跟酒精合照3张 来 1 1 1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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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好 可以了 可以 我已经极限了 30拍对我来说已经困难了 你知道 有物品在我更是觉得难 哈哈哈哈 不然每次都一样很奇怪 每次都这样子啊这样子啊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比 你知道吗 好好好 那 哈哈哈哈 下次搞不好就换其他东西 下次拿炸鸡牌照好了 那 那 我 52分下播好不好 51 怪怪我不喜欢这数字 52好一些 嗯 极限王 还好我手机有三支 你不要给我直接到那种眼睛扒眼啊 或是 就是眼睛靠壁起来这样子的 照片 真真 真真你来了 真真不好意思我刚好要下播了 52分下播 真真 没关系下次还可以看到我 刚好是 假日的时间 假日时间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你现在刚下课嘛 对吗 52分下播 哦 谢谢一盒的苹果糖 崩罩才赞啊 你们根本是黑粉吧 专业黑粉 嗯 想看吗 我有哦 崩罩吗 没关系啊 粉丝应该手上都有我的把柄了 每个粉丝应该都有了 没关系 今天有事来不及看 没关系 反正我礼拜六会播 我看一下礼拜六几几号 3月7号外播 不用担心哦 珍珍 我今天有在等你来 我今天还有喊到你的名字 可是你不在 啊谢谢珍珍的桃花跟果子 每次都讲错 桃花跟果子 好 桶桶拜拜 你们都把我的名字全部都改成叠字好了 汪汪彤彤彤熏熏 下次我要看到汪汪彤熏熏 听起来真的超奇怪的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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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的啦 还是要讲超裸的感觉 我电脑号128G 加1TB 有些照片我会传上去 啊不要 不要东照 让我维持一点形象 喊我到什么了 我说今天有可爱 就是有可爱的女粉 就我记得可爱的女粉 你要喊到你的名字哦 好啦我现在要下播了 52分了 不然我今天53分 我又要开始说我要55分下播了 先下播了齁 下次见 上月7号见 拜拜 拜拜